第二十一章问题少女,哟,吃着那,女孩将背着的书包扔在了地上,淡淡地说道,老谢一见她,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么晚才回来,又跑哪去了,这位少女,正是老谢的女儿,谢晶晶,她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没去哪,跟几个朋友飙了会车,老谢被谢晶晶的态度激怒了,就想发作,还是胖一心疼女儿,赶紧说道, 晶晶,你看谁回来了,爱谁谁,谢晶晶漫不经心地说着,就要往内屋去,这时候薛安叹了口气,轻声说道,晶晶,本来毫不在乎的谢晶晶在听到这个声音后便是一愣,然后她看着坐在那,脸上带着浅浅笑容的薛安,眼中的泪水夺框而出,小,小安哥,谢晶晶颤声道,语气中还带着思难以置信,薛安笑着点点头, 是我,是我,我回来了,不等薛安说完,谢晶晶便冲了过去,一头扎进了薛安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这一下,气氛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范梦雪和唐轩儿,对视了一眼,然后便神色如常地继续吃菜, 小安哥,你这四年都去哪了啊?他们都说你死了,可我知道你没死,因为我经常梦到你。 薛安感受到这个女孩的泪水打湿了自己的胸膛,心里也有些感叹,然后拍了拍谢晶晶的小脑袋。 行了,都这么大姑娘了,还哭鼻子吗?谢晶晶抬起头来,哭得脸上的妆都花了。 薛安看着她这滑稽的样子,忍不住也笑了。 谢晶晶注意到自己的迥样,赶紧捂着脸冲进了里屋。 薛安看着胖姨和老谢,不禁笑道,晶晶都这么大了啊。 谁说不是呢,这次你回来了,咳得好好劝劝她,她最听你话了。 胖姨说道,老谢挺高兴,端起了酒杯,跟薛安又喝了一杯。 这时候洗干净脸的谢晶晶走了出来,窃去那些乱七八糟妆容的谢晶晶,显得清秀可人,然后一步步挪到了薛安跟前。 还没吃饭吧,快坐下吃吧,胖姨心疼女儿,赶紧说道, 谢晶晶却看到了薛响和薛念,然后眼眶一红,这是小安跟你的女儿吗? 薛安点点头,那他们两个是谁呢? 谢晶晶指着唐轩儿和范孟雪问道, 晶晶,怎么那么没礼貌?胖姨有些生气道,范孟雪却微微一笑, 阿姨,没事,我挺喜欢晶晶的。 薛安说道,这是我朋友啊,只是朋友吗? 谢晶晶刨根问底道,薛安哑然失笑, 不是朋友还是什么? 谢晶晶貌似松了口气,然后换上了笑容,坐在了薛安身旁。 两位姐姐,我先敬你们一杯, 谢晶晶倒满一杯酒,对范孟雪和唐轩儿道。 老谢审下脸来,胡闹,范孟雪摆了摆手, 然后也倒满了一杯,好啊。 姐姐陪你喝一杯, 说完范孟雪一饮而尽, 谢晶晶一咬牙,也将这杯酒喝干。 不过喝完之后,她的脸便泛起了红韵。 范孟雪却没有任何异样, 其实对范孟雪来说, 再喝一瓶白酒,也没任何压力。 没办法,走上演艺之路, 就代表着她要面对很多暗藏火星的饭局。 为了保护自己, 范孟雪的酒量已经锻炼到一个很恐怖的高度。 谢晶晶又倒满了一杯, 对唐轩儿道, 这位姐姐,我们也喝一杯。 唐轩儿略有迟疑, 这时候薛安端起了杯, 怎么? 四年没见, 你的酒量倒是不小了啊。 谢晶晶低下了头, 薛安摆出一副做哥哥的样子, 你看看你的穿着打扮, 哪里像个学生。 还喝酒, 是不是觉得我没在, 就能肆无忌惮了。 谢晶晶委屈的眼泪巴达巴达地往下掉, 薛安语气放缓下来, 既然你想喝, 那我陪你喝一杯好了。 说着薛安一饮而尽, 谢晶晶咬着牙又干了, 这次她的眼神都迷离起来, 薛安放下酒杯, 这杯酒算是一个结束, 从明天开始, 我想看到一个老老实实的谢晶晶, 明白。 谢晶晶看着薛安, 点了点头, 然后便醉倒在桌上。 胖姨赶紧上前, 薛安摆了摆手, 没事, 让她睡一觉吧。 然后手搭在薛晶晶的肩膀上, 蒸汽入体, 帮着薛晶晶去除醉意。 咦, 薛安轻移了一生, 这个薛晶晶居然是罕见的纯阴肢体。 这个体质可是万中无一, 最适合修炼纯阴道法。 不过也会招来很多邪门歪道的觊觎, 只是现在薛晶晶身体还没长全, 所以还没显露出来。 而且如果破身之后, 纯阴肢体就会被破坏掉。 看来, 这个写晶晶虽然叛逆, 倒也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薛安想着, 心里略有些安慰, 这一顿饭吃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薛晶和薛念这两个小家伙都困得不行了, 薛安才将醉得一塌糊涂的老谢服进了屋中。 而在临走的时候, 胖姨抓着薛安的手, 有些难过地说道, 小安啊, 胖姨我一直拿你当儿子的, 你可不要再失踪了, 要经常来看看我们啊。 薛安一笑, 胖姨, 你放心, 这次我不会走了。 薛想和薛念已经睡着了, 薛安索性一手一个, 将他们两个抱在了怀中。 两个小脑袋搭在肩膀上, 轻微的憨声带起了一丝丝气流, 吹得薛安的脖子有些痒痒的, 让人的心都忍不住沉浸下来。 等出了饭店, 薛安问范孟雪, 你住的酒店是哪? 我送你, 范孟雪低着头, 我, 没有住酒店。 我刚到北江, 就去了龙皇台, 呃, 那轩人你呢? 唐轩儿低声道, 我住在医院宿舍, 可现在, 估计已经锁门了。 那要不, 现在我那住一晚吧。 薛安说道, 嗯, 范孟雪和唐轩儿低着头, 其其应道, 睡梦中的血晶晶, 眼角忽然倾出了一颗泪珠, 然后呢喃道, 小安哥哥, 不要离开我。 我长大后, 要嫁给你, 正在房中收拾东西的胖姨 听到了这句话, 愣了一会, 才叹了口气道, 傻丫头, 你的小安哥哥, 可不是一般人啊。 第二十二章 你说我摸你, 夜深人静, 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客厅中, 然后被悬浮在半空中的一枚戒指所吸收。 这便是被红明摔坏的那枚戒指, 不过此刻, 随着月光的逐渐渗透, 这枚已经出现裂痕的戒指开始逐渐修复。 渐渐的, 裂痕消失不见, 而整个戒指的造型也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薛安心中一动, 随手在上面转刻了一个围形的护身法阵。 一道白光闪过之后, 戒指落下, 此刻这枚不过几块钱的地摊戒指已经大变样, 呈彻透明的宝石上隐隐显露出些许的鸿芒。 这是薛安家住其中的灵气, 卧室的门枝鸦一声开了, 范梦雪走了出来, 还没睡吗? 薛安淡淡道, 范梦雪摇了摇头, 走到薛安身边, 十分自然地坐下, 然后脑袋轻轻靠在了薛安的肩膀上。 雾中静地可以听到两个小丫头的憨声, 薛安突然觉得肩膀上一阵凉意, 低头一看, 范梦雪那张绝美的脸上满是泪水。 薛安叹了口气, 拿出那枚刚刚练制好的戒指。 生日快乐, 范梦雪此刻的心中满是委屈, 为了薛安, 他吃了那么多的苦, 承受了那么多的压力, 终于见到后, 却发现薛安连孩子都有了, 还是双胞胎女儿。 这还不算, 在今天的同学聚会上, 薛安一直没有怎么搭理过自己。 莫非他看到自己跟洪明一起来的, 心中有了隔阂。 可我之所以这样, 也是为了你啊。 范梦雪辗转反侧, 这才悄悄地起身, 出来看看薛安在干什么。 而这枚戒指的出现, 让范梦雪的满腔委屈削了大半。 喜欢吗? 薛安唯唯一笑, 范梦雪嘀嘀地嗯了一声, 爱不释手地把玩了一番后, 真而重之地将其戴在了自己的右手无名指上。 薛安看到这一幕, 神情微微移动, 然后视线转向别处。 这四年, 你过得还好吗? 薛安道, 范梦雪摇了摇头, 不好。 一阵沉默之后, 薛安又问道, 怎么突然当上明星了? 范梦雪轻轻叹了口气, 因为很多, 但最主要的, 还是想尽快地成名。 这样的话, 虽然你失踪了, 但只要你一打开电视, 还是能看到我。 薛安沉默了片刻, 对不起, 这四年, 范梦雪突然吻在薛安的嘴唇上。 这个突如其来的吻, 让薛安都有些不知所措, 三千年的修行, 让他见识过无数的大场面。 可从没有这么慌过, 吻吧, 范梦雪在薛安的耳边轻声道, 不要说对不起, 你还活着, 这就是最好的解释。 说完范梦雪重新坐回沙发上, 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将一双大长腿肆无忌惮地搭在了茶几上。 明天打算干嘛, 范梦雪轻声问道, 没什么打算, 那带着想想和念念, 咱们去玩一天吧。 薛安看着眼中似乎有星辰的女孩, 点了点头。 范梦雪的头靠在薛安的肩头, 渐渐地睡去。 在临睡前, 他轻声问了句, 他一定很美吧。 薛安没有回答, 第二天, 在北江一所高中门前, 薛安抬头看了看这座校门, 这个地方, 他很熟悉, 因为这就是他曾经上过三年学的地方。 范梦雪戴着帽子, 心情很不错, 唐轩儿子领着薛祥和薛念, 三大两小五个人好像一个小型的旅行团。 爸爸, 这里是哪里啊? 薛祥看着这座校门, 不解地问道。 薛安一笑, 这里啊, 这里就是爸爸曾经上学的地方啊。 那里面有好吃的吗? 薛念总是离不开这个吃, 薛安哑然失笑, 薛想则毫不客气地捏了捏自己妹妹的小脸蛋。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看看你都多胖啦。 薛念有些委屈地低下头, 然后小声地碎碎念道, 你的脸好像更圆了。 好了, 走吧, 范梦雪说道, 薛安有些亚然, 不进去了吗? 范梦雪摇了摇头, 我来着就是想看看这座破学校拆了没有, 才懒得进去浪费时间了。 那咱们现在去哪? 唐轩儿问道, 去滑冰吧, 好久没有滑冰了。 范梦雪兴奋道, 这是一片天然滑冰场, 因为严寒而风冻的湖面上, 全是纵横驰骋的人群。 范梦雪以前上学的时候, 经常来这里玩。 巴巴, 那里有卖小猪佩奇的哀。 薛想和薛念看得两眼放光, 我带着他们两个去买吧。 唐轩儿说道, 我也去, 薛安, 你在这排队。 范梦雪说道, 这天然的滑冰场不需要门票, 但是滑冰鞋是需要租的。 薛安在这等着排队, 可就在这时候, 一个女人十分自然地插在了她前面。 薛安微微一皱眉, 心轻拍了拍前面这个女人的肩膀。 喂, 女人不耐烦地转过头来, 长得倒是不错, 大概有气氛上下的容貌, 只是脸上的逆子足有一公分后, 一说话便往下掉渣。 怎么了, 排队, 薛安淡淡道, 插下队怎么了, 一个大男人, 就不能让着点我们女孩子吗? 女人还阵阵有词, 此刻很多人将视线投向此处, 薛安神情淡然, 我让你排队, 你没听到吗? 女人有些恼怒, 然后眼珠一转, 立马转变成衣服受委屈的模样。 从刚才你就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后面, 而且排队的时候, 你还动手动脚的, 你变态啊。 围观人群的眼神一下子变了, 很多人都颇为鄙夷地看着薛安, 长得挺好看的, 怎么干这种事? 是啊, 这男的也是有些恶心, 这些议论声让七分女心中十分得意, 脸上的神情却越发地楚楚可怜起来。 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招数, 有时候坐公交车, 虽然人家根本没搭理他, 但只要他看对方不顺眼, 就会用这一招。 往往会弄得对方白口莫辩, 薛安在这些议论声中, 有些玩味的一条眉, 哦, 你说我摸你, 是啊, 你不但摸我, 还一直尾随我。 七分女的气焰越发嚣张, 薛安似笑非笑地问道, 那你说我摸你什么地方来? 腰, 七分女斩冰截铁地说道, 不过他这时候也看到了薛安的眼神, 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眼神, 让他有些心惊肉跳。 第二十三章人间烟火不如你, 只是摸了摸腰麻, 薛安淡淡地道, 七分女心中有些慌乱, 但还是假戏真做得哭泣起来。 女人的哭泣是很能博得人同情的, 尤其这个七分女长得还不错, 所以很多围观的男生都对薛安怒目而视。 有几个甚至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地想着来一次英雄救美薛安嘴角浮现出一丝蔑视的微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哭起来很动人? 或者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 这句质问的话让七分女哭得更伤心了, 但心中却安定下来。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说这种话, 等着被喷吧。 果然, 有几个学生打扮的男生义愤填膺道, 怎么说话呢? 你为猥琐琐的摸人家小姑娘, 现在还骂人家? 就是, 真不算个男人, 有些围观的女人也指指点点, 薛安看着这群人, 淡淡地说道, 我要是真想摸的话, 你们觉得我能看上这样的货色? 这话惹起了众怒, 摸了人还嫌弃人家,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男人, 很多围观的女人大声喊道, 七分女蹲在地上, 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的微笑。 这下, 你完蛋了吧? 可就在这时候, 一个清冷动听的女生传来, 薛安, 怎么了? 光听这个声音, 便足以让很多男生心持神谣了。 而后, 唐轩儿和范梦雪一起走了过来, 他们两个的出现, 让全场一片寂静, 唐轩儿今天没有穿长裙, 而是穿着一条牛仔裤, 上身则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这样的装扬, 让她显得分外的青春动人。 而范梦雪则穿着一席做工精致的白色长裙, 窈窕动人的曲线一览无疑。 虽然戴着口罩, 看不清五官, 但只看那如画般的眉眼, 也可以想见这绝对是一名大美女。 这两个最少九分的美女, 让很多男生看直了眼。 尤其唐轩儿和范梦雪都不喜欢浓妆, 全都是淡湿之粉, 更显得两人气质优雅。 跟她们比起来, 蹲在地上的那位七分女, 简直比如花好不了多少。 怎么了? 范梦雪关切地问道, 她是听到有争执声, 便赶过来的, 雀安微微一笑, 没事, 就是有人说我骚扰她。 谁? 雀安指了指地上已经陷入石化状态的七分女? 就是她喽, 这时候薛响和薛念一口同声地说道, 这个阿姨, 好丑哦。 这个评价, 也是此刻在场大多促人的心声, 人和人是不能相比的。 刚刚七分女还让很多没见过世面的男人觉得很漂亮。 可现在跟唐轩儿和范梦雪一比, 简直连毛坑里的石头都不如。 范梦雪这时候忍不住笑了起来, 眼睛都笑成了好看的月牙形。 老公, 她说你骚扰她, 一边说着, 范梦雪一边自然而然地揽住了薛安的一条胳膊。 这一下, 所有人都明白了, 原来这个美的不可放物的女生, 是这个男人的女朋友啊。 于是刚刚七分女的话彻底没人性了, 笑话, 你都有奶油蛋糕吃了, 还会去吃屎吗? 刚刚几个叫嚣得最凶的人不仅羞愧地低下了头, 还有几个则冲着七分女默默而逝。 认为这个女人无缘无故地诬陷人, 简直太可恶了。 此刻七分女只觉得心中满是惊慌,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男人会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跟人家比起来, 自己这张花重金做出来的脸, 简直就是个丑八怪。 而此刻, 很多男生满脸失望之色, 不过还有很多人偷偷看唐轩儿, 相比起戴着口罩的范孟雪, 素面朝天的唐轩儿更显得温柔安静。 不过范孟雪的下一句话便无情急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妹妹, 这个女人居然污蔑咱们老公, 咱们, 老公, 这个奇怪的称呼后, 所有人看薛安的眼神都变了, 有震惊的, 也有嫉妒的, 但更多的还是羡慕。 唐轩儿脸一红, 低下头不说话了, 薛安有些无奈, 这个范孟雪, 有时候还真是古灵精怪呢。 然后薛安转头看着七分女, 现在, 你说我摸你了吗? 七分女浑身一阵, 还想着狡辩, 但薛安的眼神让她如躲冰窖, 然后不由自主地说道, 没, 没有。 薛安淡淡地说道, 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 那自己扇自己二十个耳光吧, 薛安说完便带着薛祥等人离开了。 七分女见薛安走了, 不禁松了口气, 然后心中暗自庆幸, 让我扇我就扇。 我怎么那么听你话呢? 可刚想起身, 她就觉得自己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出来, 然后重重给了自己一记耳光。 这一下扇的力度之大, 让七分女都有些头晕眼花, 但还没等反应过来, 另一只手又是一记耳光。 啪啪啪, 二十个耳光之后, 七分女脸肿得像葛球一样, 精心制作的鼻子也扇歪了。 但这时候没人同情她, 全都厌恶地看着她。 七分女爬起来, 狠狠地看了薛安的背影一眼, 然后跑了。 这个小插曲过后, 薛安领着范梦雪等人开始滑冰。 范梦雪滑冰的技术不错, 但唐薛儿没有经验, 穿上鞋子就要摔跤。 薛安虽然也没有, 但以她的能力, 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她, 所以便牵着唐薛儿的手叫她。 至于薛想和薛念, 他们两个正坐在雪橇上 和几只雪橇狗玩得不亦乐乎。 冬日的天光很短, 很快, 天色便渐渐暗了下来。 这个下午, 范梦雪玩得很开心, 此刻她正喘息着坐在薛安身边, 脸上还泛着红韵。 哎妈, 薛安道, 范梦雪摇了摇头, 不累啊, 薛安看着不远处正在满山雪部的唐薛儿, 笑着说道, 那开心吗? 当然开心, 这是我四年来, 最开心的一天, 此刻, 冰面上的景观灯被点亮了。 那些用冰灶的迷宫和城堡, 在这灯光的映照下熠以生辉, 好像冰雪王国一样。 好美啊, 范梦雪目光迷离地说道, 薛安点点头, 虽然见过比这灰红万倍的景观, 但此刻的薛安, 却觉得, 这人间烟火, 其实也很美。 第二十四章好听吗? 好听就是好骨头, 巴巴, 巴巴, 你看我们厉害嘛, 薛想和薛念一人穿着一双最小号的滑冰鞋, 在薛安面前滑来滑去的的色。 薛安一笑, 好厉害啊, 这么快就学会了啊, 是啊, 不过薛仁阿姨好笨哦, 居然到现在都没学会。 薛想说道, 正在不远处艰辛地学着滑冰的唐薛尔脸一红。 不许这么说你薛仁阿姨, 薛安道, 唐薛尔脸上的红韵这才下去了些, 可不想薛安紧接着说道, 就算真笨, 也不能说出来嘛。 薛想和薛念被逗得咯咯直乐, 唐薛尔有些不满地瞪了薛安一眼, 然后步入满山地往远处滑去。 此刻, 在远处的一个角落中, 几双眼睛正在打亮着薛安等人。 就是他嘛, 领头的是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 七分女依偎在他身边, 恨恨地点头, 就是那个男人。 嘖嘖, 这两个小娘们长得可真不错, 秃顶男色迷迷地说道, 大军哥, 宁可得给我做主啊, 我的脸都被扇肿了, 鼻子也扇歪了。 七分女十分委屈地说道, 这位大军哥是这片的地头蛇, 靠垄断着冰面滑冰生意, 混得还不错。 七分女和他认识, 今天被薛安收拾了一顿后, 他便过来找大军, 希望能出出这口气。 大军点点头, 好说, 居然敢来惹我的人, 真是活腻歪了。 大军一时眼色, 跟在身后的十几个人便不动神色地往薛安这而来。 常来这滑冰的人, 都认识这群人, 知道是地头蛇, 全都躲开了。 所以很快, 这群人便隐隐地将薛安等人包围起来。 薛安则一直跟自己的两个女儿说笑, 似乎没有察觉到异常。 大军走上前来, 先对唐轩儿道, 哟, 小妹妹, 不会滑啊。 哥哥教你啊, 说着就往前凑, 唐轩儿一皱眉, 往旁边一躲,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请离我远一点。 胡大军咧嘴一笑, 露出了满口的大黄牙, 小妹妹长得这么水灵, 自己一个人滑冰不绝得无聊吗?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样的夜色, 不得有个男人陪着吗? 胡大军一边说着, 一边贪婪地注视着唐轩儿。 这个女孩远看就已经够美了, 等凑近了才发现更是美的不可放物。 唐轩儿被他那猥琐的眼神恶心坏了, 不禁冷声道, 再说一次, 请离我远一点。 而且我可有朋友陪着一起来的, 胡大军咧嘴一笑, 朋友, 就他吗? 胡大军指了指不远处的薛安, 满脸不屑地说道, 你的朋友现在被吓得连正眼看这里一眼都不敢, 你觉得他还敢出面? 而且我告诉你小妹妹, 你这个朋友, 打了我的人。 我正准备找他算账呢。 胡大军一脸嚣张地说道, 唐轩儿面色有些发白, 迎牙紧咬, 心里也隐隐地有些担心。 这些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尤其他看到了那名一脸怨毒的七分女, 便知道这是来报复的。 薛安带着自己和范梦雪, 还有两个小丫头, 会是这么多人的对手吗? 嘿嘿, 所以你要是乖乖听话, 哥哥一定会好好疼你, 不会为难你的。 胡大军一边说着, 一边垂涎欲低地伸出了双手。 一到白光, 胡大军就觉得手腕一凉, 似乎少了点什么。 然后他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自己的两根手指 居然齐齐断裂。 鲜血喷涌而出, 剧痛让胡大军惨毫了一声。 我刚才听说, 你要找我算账, 薛安慢慢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撕完味的笑意。 范梦雪已经带着薛祥和薛念去一边了,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的画面肯定少而不已。 你, 你, 胡大军腾的浑身都在颤抖, 脸上却浮现出金句的神色。 他都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自己的手会突然断裂? 莫非是这个男人干的, 薛安的眼神转移到那个七分女身上, 本来我心情不错, 所以才放了你一马, 可你自己找死, 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七分女斗如筛康, 胡大军暗暗咬了咬牙, 都给我上, 废了这个小子。 他的这群手下一涌而上, 便将薛安团团围住。 薛安背负双手, 抬头看了看天色, 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薛安人, 嗯, 你是医生, 那你知道什么样的骨头才是好骨头吗? 唐轩尔有些不明所以, 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薛安说着, 一掌推出, 正拍在冲在最前面的混混身上。 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骨折声, 这个混混被声声即飞出十几米远。 十几个混混, 只花了薛安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而且无一例外, 都被薛安打断了手脚。 令人牙酸的骨折声不绝于耳, 等最后一个混混被薛安踩在脚下后, 薛安才淡淡地说道, 听到这些骨折的声音了吗? 好听的话, 就是好骨头, 然后薛安看着瑟瑟发抖的胡大军, 唯唯一笑, 现在轮到你了。 胡大军简直要哭了, 谁能想到这个身材并不魁梧的男子, 会这么厉害。 不过几秒钟, 便将自己的人全都打趴下了。 你, 你别过来, 我可是坤哥的人, 坤哥你知道吗? 那可是杜老大手底下的红人, 你要是敢打了我, 小心坤哥收拾你。 胡大军越说, 心里的底气越足, 对啊, 坤哥现在不是就在这吗? 自己扯出他这面大齐来, 谁敢不从? 可胡大军却没从薛安的脸上看到一丝慌乱, 有的只是一抹若有若无的嘲讽。 坤哥, 鲁坤, 对, 你也知道坤哥, 那还不赶紧跪下求饶, 我告诉你, 坤哥现在可就在这, 胡大军的腰板不禁挺的更迟了, 却安淡淡一笑, 那好,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把鲁坤叫过来, 我当面给他道歉。 哼, 算你事项, 胡大军掏出手机, 拨通了电话, 鲁坤哥, 鲁坤哥, 我是大军啊, 我现在在滑冰场着呢, 有个小子很嚣张, 打了咱们十几个手下, 您快过来吧。 鲁坤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 谁这么大胆子, 居然敢打我的人, 让他等着, 我马上就到。 第二十五章见过薛先生, 胡大军挂断电话, 得意洋洋地看着薛安, 而此刻还有很多围观的人, 也都在悄悄地议论着, 这个男的谁啊, 这么大胆子, 居然敢打大军的人, 不认识啊, 不过好厉害啊, 天哪, 这男的简直帅爆了, 嘘, 小声点吧, 这个胡大军可不是善茶, 他后面还有人呢, 听说是北疆有名的坤哥, 很多人都替薛安担心, 有几个胆子大的不禁喊道, 哎, 哥们, 赶紧跑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吃啊哥们, 你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呢, 快走吧, 那个坤哥可不好惹, 薛安并不为之所动, 只是冲着这些人微微一笑, 然后淡淡地说道, 没事, 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坤哥有多厉害, 有些老诚持重的不禁摇了摇头, 年轻人啊, 就是太好胜, 正说着, 鲁坤便带着人到了, 鲁坤来得很快, 正如胡大军所说, 他现在就住在这附近, 此刻的鲁坤, 满肚子的怨气和怒火, 因为龙皇台的事, 自己被老大杜凡给赶出了市区, 然后来到这荒郊野外的地方, 美其名曰看冰场, 说白了, 就是流放, 这还是其次, 最让鲁坤心疼的还是自己那满头的秀发, 每次照镜子, 鲁坤的心都在滴血, 这个薛安下手真狠啊, 拔得一根毛都不剩了, 现在鲁坤的脑袋就好像一个肉蛋, 光溜溜的, 能照见人影, 这他妈还能长出来吗, 违念至此, 鲁坤都恨不得把薛安给千刀万剐了, 可这也只能在心里想一想了, 因为杜凡严厉警告过他, 以后看到薛安, 一定要有多远躲多远, 如果出了事, 那杜凡也保不住他, 所以鲁坤也只能在心里出出气, 这次接到胡大军的电话, 鲁坤正好憋着一肚子火气没处撒, 因此立马就带着人赶到了, 胡大军赶紧点头哈腰地赢了上去, 坤哥, 你怎么也没带个帽子, 这天多冷啊, 鲁坤现在最忌讳听到头发, 甚至连带的也不能听到帽子什么的, 所以狠狠瞪了胡大军一眼, 老子愿意, 是是是, 坤哥, 您看我这手指都被砍断了, 这小子太嚣张了, 还把咱们的人都打趴下了, 鲁坤满脸杀起, 妈的, 老子这两天犯太岁, 到哪都有人找事, 看来我非得杀几个才行啊, 一边说着, 一边顺着胡大军所指的方向看去, 然后, 他就愣住了, 因为他看到了站在灯光下, 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笑意的薛安, 坤哥, 就是这个小子, 那个小娘们也是他的人, 先把这小子收拾了, 然后将这娘们送给坤哥您, 可还没等胡大军说完, 鲁坤一巴掌就擅了过去, 啪, 这一记耳光擅得极狠, 胡大军直接在地上转了三圈, 然后手捂着脸, 一脸蒙比地看着鲁坤, 坤哥, 您, 然后鲁坤做出了一件令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 就见他前行几步, 扑通一下跪倒在薛安的面前, 然后无比恭敬地说道, 见过薛先生, 全场极静, 胡大军和七分女更是嘴巴张大的可以以赛进一个鸭蛋, 薛安看着跪在地上的鲁坤, 淡淡地说道, 你倒是挺是食物, 鲁坤浑身一颤, 然后恭恭敬敬地说道, 薛先生, 我实在不知道是您来, 如果知道, 我一定早就来迎接您了, 薛安摇了摇头, 那倒不必, 就是你的手下, 似乎不太欢迎我啊, 鲁坤立马蹦起来, 红着眼睛将胡大军一脚踹倒在地,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 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薛先生, 理活腻歪了, 赶在薛先生面前撒野, 胡大军此刻已经吓傻了, 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两天北江风传一个传说, 据说有人在龙皇台暴打了鲁坤, 并且让杜凡都低头认怂, 甚至还有传言说, 这个人让龙皇台的后台, 秦家大小姐都亲自出面接待, 莫非, 就是这个男人, 这个念头闪过后, 胡大军赶紧爬起来, 然后跪在地上, 砰砰砰地磕响头, 薛先生饶命, 薛先生饶命, 我混账, 我有眼无珠, 这个惊天反转, 让很多围观的人全都怒瞪口呆, 看着往常耀武扬威的胡大军, 此刻却像个孙子一样跪在地上求饶, 甚至连那位北江都知名的鲁坤也得老老实实地求饶, 很多人看薛安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薛安看向那个已经陷入石化状态的七分女, 你看, 我说过当时心情好, 所以放了你一马, 你却不依不饶地自己找死, 这不怨我吧, 七分女脸色惨白, 胡大军这时候怒不可遏, 一些都是因为这个臭娘们, 要不是她窜夺, 自己怎么会陷入这个境地, 甚至还断了两根手指, 所以她蹦起来就是一耳光, 七分女本来刚刚正过来的鼻子又一次被扇歪了, 鲁坤这时候则满头冷汗地站在一旁, 连抬头看薛安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男人, 已经给他留下了最为深刻的记忆, 薛安淡淡一笑, 其实你光头的样子, 倒是挺顺眼的, 鲁坤笑得比哭都难看, 是是是, 薛安这才拉起唐轩儿, 转身离开了, 这些社会扎死, 薛安杀了都嫌费力气, 等薛安走远了, 胡大军才惊魂未定地凑过来问道, 坤哥, 坤你妈的哥, 你知不知道我差点被你害死, 鲁坤勃然大怒, 此刻在鲁坤的心中, 已经连半点的怨恨之心都不甘有了, 因为刚刚在薛安身边的几分钟, 让鲁坤深刻认识到了什么叫杀气, 鲁坤毫不怀疑, 如果不是自己见机得快, 那么现在的自己很可能已经伸手一处了, 相比起来, 头发被薅光酸葛批啊, 胡大军唯唯诺诺地不敢吭声了, 鲁坤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吩咐道, 以后见到这个人, 有多远躲多远, 实在躲不过去, 就跪下装孙子, 明白吗? 是, 胡大军低头硬道, 别觉得我是在吓唬你, 这个告诫是凡哥亲口给我说的, 你要是觉得比凡哥还厉害, 那就去试试吧。 第二十六章一声行事, 无非顺心意三个字, 等回到薛安住的小区门前时, 天已经很晚了, 两个小丫头又一次在薛安的怀中沉沉睡去, 薛安抱着他们, 和范梦雪说笑着往家走去, 至于唐轩儿, 她在吃完晚饭后便回医院宿舍了, 刚走到楼下, 薛安就注意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 这是一辆红色法拉利, 流线型的车身吸引了很多过往路人的目光, 这样的车, 和周围脏乱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范梦雪一见到这辆车, 脸色不经大变, 而这时, 剪刀室的车门被打开, 一名穿着黑色网袜, 紧身套裙的女人走下了车, 这女人长得还算可以, 只是面容冷峻, 唇薄如刀, 一看就不好惹, 梦雪, 你果然在这, 女人冷声道, 范梦雪面色十分难看, 低声道, 韩姐, 这个女人, 正是她的经纪人, 同时也是圈内出名的铁娘子, 有凯撒女王之称的韩瑶, 韩瑶点了点头, 上车, 范梦雪没动, 韩瑶皱了皱眉, 梦雪, 我希望你能想清楚,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 范梦雪末地抬起头来, 认真地说道, 值, 韩瑶的眼神越发不善, 尤其当她看到薛安怀中还抱着两个孩子的时候, 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那天范梦雪无故离开, 并且将手机关机, 便已经让这位凯撒女王怒火中烧, 这才亲自开车来到了北江, 就想着将这个范梦雪给抓回去, 范梦雪, 在来之前, 我还以为能将你你的神魂颠倒的男人会是何等了不起, 却没想到他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甚至还带着两个孩子, 韩瑶的语气缓和了些, 女人容易为了爱情而冲动, 可前提是, 你的想清楚, 这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样的男人, 配不上你, 从始至终, 韩瑶都没拿正眼看薛安一眼, 在韩瑶看来, 这个男人长得虽然不错, 但从衣着合住的地方来看, 绝对处在社会底层, 范梦雪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居然自甘堕落, 实在让韩瑶满是怒气, 范梦雪摇了摇头, 韩姐, 你不懂的, 不懂, 呵呵, 韩瑶一阵冷笑, 你为了他, 公然当着记者的面宣布恋情, 并一口回绝了中都四大公子之一的月少, 你知道你这一行为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 现在网络上为你这件事已经吵翻天了, 还有, 你居然为了他, 连跟国际大导演史蒂芬合作的机会都放弃了, 我真不明白, 他到底有什么好, 他哪里都好, 至少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十分开心, 范梦雪语气坚定地说道, 韩瑶看着站在一旁一脸淡然的薛安, 面露嘲讽之色, 果然好大的本事, 也不知道你给梦雪灌了什么迷魂药, 让他这样的死心踏地, 但我想问你, 你有什么能力养活他? 韩瑶指了指范梦雪身上穿着的衣服, 他身上随便一件衣服, 都是欧洲定制款, 甚至连擦的护手霜, 都可能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到的, 你就真忍心让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女孩, 跟着你受苦。 韩瑶将矛头对准了薛安, 范梦雪刚想替薛安辩解, 薛安却摇了摇头, 示意她不要说话, 然后冲着韩瑶微微一笑, 你说得好像挺有道理的, 不过, 你有没有听过狗拿耗则多管闲事这句话? 韩瑶先是一愣, 然后不禁勃然大怒, 作为圈内手握无数资源的大姐大, 还没有人敢这么跟她说话。 小子, 这是你自己找死, 韩瑶冷声说着, 一个标准的高踢腿便踢了过来, 薛安微微一仰脸, 躲开了这一脚。 她双手抱着薛响和薛念, 却没有丝毫慌乱, 只是淡淡地轻贺一声。 跪下, 韩瑶就觉得一股距离让她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从未有过的屈辱感让她的眼睛都红了, 奋力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可一切都于事无补, 韩瑶就觉得似乎有一座山压在了自己的肩头一样。 此刻, 韩瑶的眼中终于闪过一丝惊慌, 薛安这时候站在韩瑶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其实你说得很对, 孟雪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女孩子, 不过你搞错了两点。 第一我没有拦着孟雪不让她走, 第二, 孟雪是个活生生的人, 她想干什么, 没人可以阻拦。 这天底下, 没有谁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 韩瑶冷笑着回道, 薛安摇了摇头, 你错了, 至少我可以。 韩瑶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一脸嘲讽地笑道, 不要觉得你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便能怎样, 这个世界, 是权力和金钱的世界, 你这样的人, 在终都活不过三天。 薛安看着一脸不服气的韩瑶, 唯唯一点头, 你说的没错, 这个世界确实是由权力和金钱组成的, 但若是我想要, 就没人敢不给。 韩瑶痴笑一声, 你以为你是, 后面的话, 韩瑶没说出来, 因为他看到了薛安的眼神, 那是一种无悲无喜, 甚至没有丝毫波澜的眼神。 高高在上的如同俯瞰一切的帝王, 我薛安一生行事, 无非顺心意三个字。 若有人敢服我心意, 那杀了便是, 一人服我心意, 我便杀一人, 十人服我心意, 我便杀十人, 世人皆服我心意, 那便斩尽天下人。 薛安淡淡地说道, 这番话, 让韩瑶听了心底寒气直冒。 若是别人这么说, 他一定以为这个人疯了。 可这些话从薛安嘴里说出来, 却那么地自然。 韩瑶第一次, 感到了强烈的恐惧, 因为他感到了从薛安身上传来的, 强烈的杀气。 薛安确实准备结果了韩瑶的性命, 这个女人, 可能确实为了范孟雪好, 可言语之间的冒犯, 让薛安觉得, 她已经没有活在世上的必要了。 手握生死, 便是如此, 薛安, 不要, 范孟雪突然喊了声, 薛安止住杀星, 看向范孟雪。 范孟雪咬着嘴唇, 韩姐对我不错, 放过她吧。 薛安看着范孟雪, 微微一笑, 好。 韩瑶这才如是重负,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然后韩瑶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是冷汗。 第二十七章姐姐, 什么叫帅啊,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气势, 韩瑶心中惊惧万分, 韩姐, 当初我对你说过, 我之所以要成为明星, 为的是能找到失踪的薛安, 现在他回来了, 这个明星, 我不做也罢。 范孟雪说道, 韩瑶浑身一颤, 然后不敢置信地看着范孟雪,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的演绎之路刚刚有了起色, 等在你前面的是无尽的鲜花和掌声, 你却要退。 范孟雪逼着头部吭声, 韩瑶见范孟雪这副模样, 不禁咬了咬牙, 然后鼓起勇气对薛安说道, 薛先生, 很抱歉, 我说回刚刚的话, 但也请您理解, 毕竟孟雪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 她现在的退缩, 实在让我失望。 薛安不治可否, 韩瑶继续说道, 我相信您绝对不是一般人, 但我想, 一个功成名就甚至世界知名的孟雪, 会比一个只会围绕在你身边的女人要来得好。 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 却安淡淡地说道, 韩瑶说道, 我希望你能劝劝她, 我刚才说了, 孟雪是个活生生的人, 她想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 韩瑶又看向范孟雪, 孟雪, 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清楚, 而且正好史蒂芬这两天也会来北江, 如果你想明白了, 我可以带你去见她。 范孟雪没有吭声, 韩瑶看了看薛安, 欲言又止, 然后便离开了。 等薛安上楼将两个小丫头安顿好之后, 范孟雪产生道, 薛安, 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去? 薛安唯唯一笑, 我刚才说过了, 做人无非顺心意这三个字, 你觉得喜欢就去做, 不喜欢就不去, 就这么简单。 可, 范孟雪也在纠结, 她不想离开薛安, 可她也清楚, 薛安现在对自己的态度, 根本谈不上喜欢, 尤其中间还隔着一个自己没有见过面的安言, 这让她心里更加没有底气, 要是能成为世界知名的明星, 可能, 会让薛安接纳自己的几率更大一些吧。 这一晚上范孟雪就在纠结中度过了, 终于, 拍卖会的这一天到来了, 晴妤早早地就开车来接薛安, 当看到薛安还穿着平时的那身衣服后, 不禁唯唯一皱眉, 薛先生, 你没有其他的衣服吗? 薛安摇了摇头, 淡淡地说道, 怎么? 参加个拍卖会, 还得换衣服吗? 那倒不必, 可毕竟是北疆诸多商人们的集会, 您和您的两个女儿穿的正视点比较好。 薛安不至可否, 倒是两个小丫头一听有新衣服穿, 便欢呼雀跃起来。 女人, 即便在小也是女人, 只要是女人, 便天然地对新衣服没有抵抗力。 薛安本来并不在意这些, 但为了两个女儿, 也就无所谓了。 范孟雪倒是不必, 她这次回来北疆, 虽然走得匆忙, 但还是带着足够的换洗衣服。 此刻的范孟雪, 换上了一身做工上场的旗袍, 竟显婉约而不失大气的风度。 秦渝亲自开着车, 带着薛安等人来到了北疆市最高档的商业会所, 英龙商下。 这也是龙泰集团的产业, 秦渝领着薛安先来到南庄部, 一边挑选一边说道, 现在时间紧迫, 只能先选一些成品衣服了, 等以后有时间了, 再找老师傅两体裁衣。 很快, 范孟雪和秦渝两人便分别给薛安选好了衣服。 这时候南庄部很多的寿货小姐都在悄悄注目这里。 毕竟这一幕场景实在太过稀罕, 两个不管是相貌还是气质都在九分以上的大美女, 居然抢着给一个穿着吐气的男子选衣服。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姐弟、不相、情侣、 有一男二女的情侣吗? 或者一个是情侣, 另一个是小三。 很多寿货小姐都不无八卦地在心中揣测着三人之间的关系。 先试试这些吧, 范孟雪低声道, 薛安进了室衣间, 很快便换好了一身衣服。 当他走出室衣间, 所有人眼前便是一亮。 薛安本来就长得俊秀, 再加上这三千年来的历练, 让他身上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气质。 举手投足之间, 犹如帝王一般, 让人不敢轻视, 不过往常都被薛安过时的穿着给遮挡了。 等现在换上了一身得体的衣服后, 薛安那黄金比例的身形便显露无疑, 让很多寿货小姐看得是面红心跳, 不禁低下了头, 心中则在惊叹。 这个男人, 身材简直太逆天了, 晴宇也是看得有些心跳加速, 忍不住错开了眼神, 不敢再看。 倒是犯梦雪, 毫不避讳地显露出痴迷的神色来。 哇, 爸爸好帅, 却想笑嘻嘻地喊道, 姐姐, 什么叫帅? 薛念问道, 薛想皱了皱可爱的小鼻子, 又敲了薛念的小脑袋一下, 让你少吃点东西, 你就是不听, 帅就是好看的意思。 哦, 爸爸, 你真好看, 薛念也笑嘻嘻地说道, 但两个小姑娘的称呼, 却让很多寿货小姐心中一震。 这个男子已经有孩子了, 真是好可惜呢, 我和孟雪去给两个小姑娘选衣服, 你要去吗? 晴宇问道, 薛安摇了摇头, 她可不想跟着女人去逛街, 就算是先尊, 也承受不住跟女人逛街的压力。 那你现在这等会, 晴宇领着薛想和薛念走了, 薛安坐在沙发上, 刚想休息片刻, 一个甜到溺人的声音传来, 老公, 那身衣服不错, 挺衬你身材的, 老公你也试试吧。 薛安抬起头来, 走来的是一个挺着啤酒多的男子, 身边还依偎着一名年轻漂亮的姑娘。 说话的人正是这个姑娘, 听到她这么说, 这个啤酒多男十分得意地说道, 好, 那还不好说吗? 来啊, 把这身衣服给我拿来, 售货小姐赶紧上前, 不好意思先生, 这个款式的衣服已经没有了, 您要不看一下其他的。 啤酒男的脸沉了下来, 而那个女子也十分不满的一纸薛安, 怎么叫卖完了? 她身上那不是穿着呢吗? 先生, 人家已经是好了, 是好了又怎样, 我看上的就得买, 让她脱下来, 鼻子十分蛮横, 第二十八章你这么嚣张, 你爸妈知道吗? 售货小姐有些为难地看了薛安一眼, 却发现薛安垂着眼眸,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薛安的沉默, 让这个女人越发嚣张起来, 听到没有, 我们看上了, 那这件衣服就是我们的, 让她脱掉。 小姐, 没有这个心力, 啤酒度男突然冷笑道, 去叫你们的经理过来, 我倒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心力。 售货小姐有些无奈, 可身为高档购物会所的售货员, 一切都是以满足顾客的要求为天职的。 而到这个时候, 薛安还是一言不发, 售货小姐的心中不禁也有些鄙薄, 长得人样子不错, 原来这么窝囊啊。 过了没几分钟, 负责男装部的赵峰便赶到了。 等看到这个啤酒度男后, 赵峰的脸都快笑烂了, 赶紧迎了上来。 原来是孙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位被称呼为孙总的啤酒度男从鼻孔里冷横了一声, 小赵啊, 你手底下的服务声有些不行啊。 孙总, 怎么了, 我的女人看上了一套衣服, 不过就剩下一套了, 被这个男的穿着, 我们便要求他脱下来,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孙总趾高气扬地说道, 不过分不过分, 那你手底下的人居然说没有这个心力, 实在不好意思孙总, 可能是我没管教好他们, 冲撞到您了。 我现在就教训他们, 这个赵峰转身便冲击葛寿货小姐怒声道, 你们这群没脑子的家伙, 知道这是谁吗? 这可是咱们龙泰集团的保安部经理, 你们一个个的瞎了眼。 居然敢顶撞孙总, 这些寿货小姐全都敬若寒蝉, 低着头不敢吭声了。 孙总, 我以后会好好教训他们的, 您看怎样。 赵经理谄媚地说道, 孙不念无表情地点点头, 他自视身份, 觉得跟这个赵经理说话多了, 都是一件很掉面子的事。 毕竟银龙商下只不过是 龙泰集团众多产业中的一个, 相比起这里一个小小的大堂经理, 他这个龙泰集团保安部经理的 含金量可大多了。 还有那件衣服, 我们也要了, 让他脱下来。 这个年轻俏丽的女人更是一脸的嚣张, 是是是, 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办到。 赵经理转身对低头不语的薛安道, 这位先生, 您也看到了, 孙总很喜欢您身上这套衣服, 您就脱下来让给他, 反正您还没有付款。 这也不算什么。 这位赵经理虽然耐着性子劝说, 心里却没将薛安当回事。 不过他刚说完, 薛安便慢慢抬起头来, 唯唯一挑眉, 你刚刚说什么。 赵峰本来想再解释一遍的, 可当他看到薛安的眼神后, 后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陪在孙波身边的这个女人, 是刚毕业的一个女大学生, 叫曹茜。 费尽心机, 好不容易才攀附上孙波这棵大树的他, 本来就嚣张得不行, 所以看到赵峰愣住了, 便上前一步, 冷笑道, 喂, 说你呢, 事项地赶紧把衣服脱了。 扑衣服, 薛安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少装蒜, 刚刚你没听到吗? 我老公也看上这套衣服了, 你脱了什么是没有, 否则, 否则怎样? 薛安淡淡地说道, 否则今天就让你连门都出不去。 曹茜十分嚣张地说道, 原来你是龙泰集团的安保经理, 薛安看着孙波, 若有所思地说道, 没错, 事项地赶紧滚, 否则让你知道知道龙泰集团的厉害。 曹茜得意洋洋地说道, 薛安不禁叹了口气, 真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 今天又有人的死了, 薛安不打算惹事, 可如果有人惹到了他, 那么当街杀人, 也只是稍微麻烦些罢了。 死, 呵呵, 还真是好笑呢, 我就不信, 曹茜还想说什么, 却没有机会说了, 因为他整个人都被薛安的一巴掌给扇飞了起来, 然后直接撞在了衣服架上。 哼, 衣服架被撞倒了一大片, 等他再爬起来, 本来俏丽的脸蛋已经肿得像个西瓜一样, 同时满口的鲜血, 连牙齿都被薛安这一巴掌给击碎了。 薛安淡淡地说道, 忘记说了, 我很讨厌话多的女人, 这时破天津般的一级, 让所有人等愣住了。 包括刚刚那个心中比薛安太耸的售货小姐, 此刻心里也满是震惊。 这个男人, 好厉害啊, 孙波却气地眼皮一个劲地抽动, 好, 居然敢在这里闹事, 小子, 你完蛋了, 给我等着。 孙波说着掏出了手机, 薛安只是玩味地看着, 并未阻拦。 很快, 孙波挂断了电话, 阴冷地眼神盯着薛安。 那眼神就好似在看一个死人, 过了每五分钟,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然后几十名保安便赶了过来。 孙总, 怎么了? 领头的保安问道, 孙波一指薛安, 这个人居然打我的女人, 弄死他, 是, 这群保安便将薛安围在了当中, 很多人都躲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 可薛安到现在却连站都没站起来, 依然坐在沙发上, 一脸玩味地看着孙波, 你这么嚣张, 你爸爸妈妈知道吗? 薛安突然问了句, 放屁, 我爸妈早死了, 怪不得, 薛安点点头, 那记得下去见你爸妈的时候, 告诉他们, 你是因为愚蠢地嚣张而死的。 孙波怒不可恶, 上, 都给我上, 废了他。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饱含着怒气的女生传来, 你们要干什么? 这个声音让本来一脸阴狠的孙波浑身一颤, 回头一看, 便发现秦鱼正一脸怒气的站在不远处。 孙波一脸震惊, 秦鱼怎么会在这? 但还是赶紧换上笑容, 大小姐, 这个男人在咱们商下闹事, 我正要收拾一下他。 秦鱼却根本没搭理他, 而是静止走到了薛安跟前, 十分恭敬地说道, 薛先生, 还请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和这些人计较。 这一幕, 让本来胜券在我的孙波, 以及那未看热闹的赵峰全都僵住了。 至于那些售货小姐, 更是目瞪口呆, 这个女人, 原来就是龙泰集团的大小姐秦鱼啊。 那, 这个男人又是谁呢? 为什么能让秦大小姐都如此的恭敬? 第29章拍卖会上, 薛安神情淡然地看着秦鱼, 并没有说话。 而这种沉默, 让秦鱼的脸色逐渐难看起来。 终于, 他忍不住回声怒道, 你们两个, 现在就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以后再不允许踏入龙泰集团半步, 这个决定, 让孙波和赵峰的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色。 在北疆, 能进入龙泰集团是一件很值得人羡慕的事。 尤其是孙波, 他好不容易熬到了龙泰集团安保部主任的职位, 每年的收入可观。 现在却因为这个男子, 而被大小姐给逐出去了。 孙波如丧考笔,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开始求饶, 大小姐, 我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女人的挑拨, 我才一时糊涂得罪了这位薛先生, 求您给我一次机会吧。 孙波一边说着, 一边砰砰砰地磕响头。 很快, 她的额头上便渗出了血迹, 至于曹倩, 此刻她已惊吓地缩到角落里, 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情于面无表情, 她心里恨透了这两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如果不是怕事情闹大, 她才懒得替他们求情。 正在这时, 薛安站起身来, 淡淡地说道, 面子是靠人正来的, 而且用一次少一次, 所以我希望以后, 最好不要让我再看你的面子。 说完薛安抱起薛想和薛念, 先行离开了。 情于恶狠狠瞪了孙波一眼, 赶紧给我滚。 孙波浑身一颤, 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情于对已经吓傻的寿货小姐说道, 将刚刚看好的衣服都打包上。 是, 等出了银龙商下, 薛想才悄悄地凑到薛安的耳边道, 巴巴, 我们的新衣服漂亮啊。 此刻的薛想和薛念穿着一身粉色公主裙, 简直可爱极了。 薛安只有在面对自己的两个女儿时才一脸宠溺, 漂亮啊, 简直像两个小公主一样。 这时候情于跑了出来, 十分歉意地想说什么。 薛安淡淡道, 开车, 这次的拍卖会并没有在城里, 而是在北江郊区的一座山顶别墅之中。 等情于开着车到了此处时, 别墅外已经豪车云集。 不过当情于这辆车到了之后, 还是引来了很多人的目光。 这不是情家的车吗? 是啊, 看样子还是情家大小姐的车呢。 咦, 情于怎么自己开车, 很多人议论纷纷, 而情于下车之后, 并没有走入会场, 而是十分恭敬地打开了车门。 很多人瞪大了双眼, 堂堂龙泰集团的大小姐, 居然亲自给人开车门。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第一个先下车的是范孟雪, 很多人认出了她, 不禁发出了一阵嘀嘀的惊呼。 范孟雪, 她也来北江了吗? 可范孟雪下车之后, 也没走, 而是站在了另一边。 似乎她也在等候着一个重要的客人, 很多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这车里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这么的心事动众, 但等下一刻, 从车里下来的居然是两个小姑娘。 这两个小姑娘梳着发迹, 穿着公主裙, 长得一模一样, 俨然是一对画中走出来的小仙女。 最后, 薛安才慢慢地走了下来, 她一出现, 很多人便开始交头接耳, 这个男人是谁啊? 不认识, 但看样子来头不小啊。 嗯, 看秦鱼的样子, 对这个男人也十分地尊敬啊。 薛安目光环视场中, 然后神情淡然地往前走。 而就在这时候, 秦鱼大踏步地从屋中跑了出来, 然后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中, 冲到薛安跟前, 十分尊敬地一低头。 薛先生, 您来了, 薛安点点头, 可他并不知道, 秦鱼的这一举动, 让多少人的心中翻起了滔天巨浪。 秦鱼是什么身份? 龙泰集团的实际掌控者, 在北疆可以说是疏一不二的大人物。 虽然这一年多来, 他被晴天给架空了不少, 可依然不容人小吃, 就是这样的人物, 都要对这个男子这般恭敬。 他到底什么来头, 不过就在人们惊恶万分的时候, 一个包含着嘲讽的声音传来, 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原来是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啊。 随着这个声音, 一个穿着糖装, 手里握着两个大铁球的老者 漫步走进会场。 这个人的出现, 让很多人纷纷站起身来。 见过谭大师, 见过谭馆长, 老者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然后走到了秦源面前, 黑黑一笑。 秦老, 好久不见, 精神头不错啊, 秦源一见是他, 便十分尊敬的一抱拳, 谭馆长, 您来了。 当然要来, 毕竟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知道你现在有事, 我能不来帮忙吗? 老者淡淡地说道, 这个老者便是北疆最大的一个武馆, 镇北武馆的老馆长谭东, 同时他也是秦源的好朋友, 他也是听说秦源最近的近况, 所以特意赶来帮忙的。 不过他刚才一下车, 便看到了秦源对一个少年十分的尊敬, 这让谭东心中颇为不满, 在他看来, 什么晴天, 根本就不足挂齿, 只要自己一出马, 那绝对可以解决掉, 而秦源却对一个来路不明的男子这般尊敬, 显然就是不幸服自己的实力。 所以他颇有些挑衅地看着薛安, 上下打量半天后, 发现薛安身形单薄, 根本不像葛练武的, 不禁更加的不屑。 这位小兄弟是哪里人啊? 谭东问道, 薛安却压根没注意他, 只是一手牵着一个女儿, 慢悠悠地从谭东身边走过去了。 这下谭东的脸有些挂不住了, 好狂的小子, 哼, 不过一会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将还得是老的辣。 以秦源的身份, 自然是有单独的包厢的。 薛安等人便进到这个包厢中, 喝着茶水, 等候开场。 不过正在等候的时候, 外面一阵骚动, 原来是晴天领着一名干瘦的老者走了进来。 一见到这个老者, 薛安便唯唯一挑眉。 这个人身上有鬼修的味道, 鬼修可是修界的一个大流派, 其中的高手更是层出不穷, 比如幽冥界的十殿阎罗, 都是其中的翘楚。 但这个人身上的修为太过浅薄了, 不过薛安现在可以确定, 秦源身上那个女鬼, 绝对就是他所下。 第三十章拍卖会, 下, 那就是晴天找来的所谓高人。 谭东一脸不屑地问道, 秦源点点头, 应该错不了。 谭东就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 黑黑一笑, 然后说道, 行老, 这件事就交给我好了, 到时候我一拳就能将这个老头子给击碎了。 说完, 谭东还是微信地看向薛安, 却发现薛安神情淡然, 似乎根本没听到自己的话。 他心中的比一步经更胜三分, 身为武者, 最重要的就是涵养心中的那口气。 所谓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便是如此, 也就是说不能在任何场合退缩, 否则即便本是再高也算折损了自己的锐气。 可现在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这个男子却根本没接招。 这显然就是耸了嘛, 谭东觉得薛安不够承认和威胁了, 便将目光投向外面。 这时候拍卖会已经开始了, 晴天和刘寿坐在角落里, 开始拍卖的都是些普通珠宝, 晴天和秦源都没有出手, 一直到进行了一半左右, 才有人捧上来一个盒子。 这时候拍卖主持人说道, 接下来给大家献上的呢, 是一件奇怪的东西, 乃是一位游客在深山之中偶然得到的, 不过我们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大家看一看。 说这盒子被打开, 里面居然是一株枯死的小树苗, 台底下传来一阵的骚动, 很多人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 这玩意还是一宝, 那我家多的是, 这是来搞笑的吗? 可一论声渐渐平息下去了, 因为这株小树苗,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生长发芽, 然后以及快的速度开花结果。 这个犹如神机的画面, 让很多人都失声了。 薛安在屋中看得很真切, 心中不经意动, 居然是龙胆草, 这是一种灵草, 只生长在有龙气的地方, 算是一种很普遍的药材, 也是炼制很多丹药不可少的东西。 不过薛安也没想到能在地球看到它, 而此刻, 台下的刘兽眼中都是红芒, 就是它了, 刘兽在北疆苦苦等候的, 就是这件宝物。 有了它, 刘兽就能突破现有的境界, 甚至能延长自己的寿命。 这对刘兽来说, 是莫大的诱惑, 所以刘兽冷声道, 买下它。 晴天对刘兽的吩咐言听计从, 立马开始叫价。 薛安这时候也对秦源道, 买了。 开始还有很多人叫价, 毕竟刚刚的画面, 让很多富豪也对其产生了兴趣。 可随着时间推移, 最终剩下的人, 就只剩下晴园和晴天了。 此刻价格已经被叫到了极为恐怖的一亿一千万。 这样一株小树苗的东西, 居然卖到了这个价格。 很多人都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此刻很多人也看出了些端倪, 这是晴天和晴园在互相较劲啊。 在晴园又一次地叫出高价后, 刘兽终于按捺不住了, 站起身来冲着包厢中一阵冷笑。 晴园,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句话让拍卖会场都安静下来, 晴园这时候站到了包厢的窗边, 唯唯一笑, 怎么? 摆不起结果书极眼了, 刘兽宁笑一声, 本来不打算将事情闹大的,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也怨不得我了。 出着刘兽突然一个起纵便朝着晴园而来,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先弄死这个晴园, 然后带着龙胆草便跑。 可等他刚冲到了跟前, 谭东冷笑一声, 来得好。 然后一拳轰出, 这个谭东虽然年岁有些大了, 手里的功夫却没放下, 这一拳击出后, 犹如在屋里放了一个鞭炮。 谭东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千斤难买一声响, 他这一拳, 别说是人, 就是石头也能击碎了。 可笑容还没消失便僵住了, 因为刘兽根本没躲避, 硬是用后背应接了这一拳。 彭, 一声问响, 谭东就觉得这一拳似乎是急在了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上, 根本没有着力点。 当一愣神, 刘兽冷笑道, 就这点能耐, 还敢拦我。 说着刘兽一掌横扫而出, 谭东极力躲避, 却还是被刘兽一掌击中, 直接倒飞出二十几步远, 然后扑得一口鲜血喷出。 同时谭东还面容惊恐地喊了声, 真人, 你已经踏入了真人之境。 刘兽傲然而立, 不错, 你能死在我手里, 也算你的造化了。 谭东的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色, 真人之境, 那是谭东梦寐以求的境界, 只有踏入了真人之境, 才算是真正的高人。 刘兽这时候一手伸出, 正好抓住了情缘, 然后冷笑道, 本来你早就应该死了, 没想到有不开眼的家伙救了你, 但现在你还是活到头了, 给我去, 正在这时候, 薛安轻轻叹了口气, 打打杀杀的有什么意思? 坐下来喝会茶, 不好吗? 谭东好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薛安, 心说这个家伙是来搞笑的吗? 刘兽这时候也注意到了薛安, 他打量了片刻, 然后宁笑道, 你说什么? 薛安伸了个懒腰, 然后低下头对薛祥和薛念笑道, 你们两个现在跟孟雪阿姨出去玩会, 好吗? 嗯, 范梦雪领着两个小丫头走了, 然后薛安淡淡地说道, 我是说, 就那么三脚猫的功夫, 就不要装高人了, 刘兽的脸瞬间变得铁青, 我本来想杀了你的, 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会一点一点将你折磨至死, 还有那两个小姑娘, 我也会将其恋成女, 后面的话没说完, 因为薛安已经出现在她面前, 然后面无表情地一拳击出, 居然用薛祥和薛念来威胁自己, 那你就去死吧, 这一拳, 平平无奇, 甚至有些慢条思理, 但就是这样一拳, 刘兽却连躲都躲不开, 他无比惊恐地发现, 自己浑身的气机似乎都被封锁了, 连动都动不了, 哄, 这一拳好似石破天惊, 又好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刘兽就如同被几十头大象撞上一样, 直接倒飞了出去, 同时嘴中狂吐鲜血, 这还不算, 这一拳的威力, 甚至波及到了后面的剑竹, 砰, 哗啦啦, 一阵剧烈的响声之后, 半个大厅的天花板都被薛安这一拳给急飞了出去, 天上的星光照耀下来, 映照在每一张目瞪口袋的脸上, 第三十一章看我一拳, 动天地, 烟尘渐渐散去, 缺安收回拳头, 淡淡道, 早就说过, 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 可惜没人肯听, 没人敢接话, 叫话, 一拳连房子都给轰塌了的人, 谁敢随便接话, 至于那位谭东谭馆长, 此刻更是羞愧得恨不得找葛蒂凤钻进去了, 自己刚刚居然瞧不起人家, 还敢出言嘲讽, 谁给自己的勇气, 梁勇其骂, 薛安慢慢走下包厢, 朝着台上的那猪龙胆草而去, 在经过晴天身边的时候, 薛安扫了他一眼, 就是这淡然的一瞥, 便让晴天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那种极度的恐惧让他浑身都在发抖, 刘寿现在被压在废墟下面, 生死未卜, 本来以为依靠着刘寿这样的高人, 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情缘也孙二人铲除掉, 可没想到突然蹦出了一个家伙, 将一切的计划都给打乱了, 而此刻, 在场的众人中, 还有一个人也是又惊又怕, 他就是洪明的父亲, 洪家的家主洪源, 他这次来拍卖会, 一直躲在角落里,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来此, 是为了偿还自己儿子所欠下的债务的, 秦渝对他说的明白, 一共是4999万9900元整, 洪源不敢违抗, 只好凑齐钱后, 硬着头皮来到了这拍卖会上, 可他动了个心眼, 并没有将钱立马交出来, 而是躲在一边准备看看风头, 毕竟秦天现在是大, 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 而自己家跟秦天关系又不错, 如果秦天能扳倒秦源, 那么自己这4000多万就省下来了, 可没想到, 这位将自己儿子刺激的已经精神不正常的薛安慧这么厉害, 只一拳便将人打飞出去, 现在洪源心中也是又惊又怕, 有些后悔刚刚为什么不把钱先给了, 薛安迈步走上台, 看着这猪龙胆草, 心里有些感叹, 想当初, 这样的药材自己都不带正眼看的, 现在可倒好, 还得当宝贝一样对待, 薛安伸出手来, 刚要触碰这猪鳞草, 大厅的地面突然开始颤抖起来, 一阵恐怖的气息自废墟中传来, 然后一个身高在两米左右, 肌肉球节的壮汉波开压在, 身上的废墟,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嘿嘿, 能将我逼出这个形态, 小子, 你足可自傲了, 壮汉英策策地说道, 居然是刘兽, 他还没死, 晴天不禁欣喜若狂, 留神仙威武, 洪源更是一脸的兴奋, 也不再隐瞒了, 立马蹦了出来, 请董事长, 一人相助, 您大事可成啊, 晴天听到洪源这么说, 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薛安微微皱了皱眉, 按理说, 你现在应该用不了这样的秘法, 除非你燃烧瘦源, 刘兽冷笑道, 小子, 你眼光倒是不错, 可惜, 你还是得死, 哦, 是吗, 薛安淡淡一笑, 那你就来吧, 我看看你有多厉害, 刘兽猛地冲了过来, 这次的他, 速度极快, 并且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变一拳击出, 这一拳威势之大, 甚至在大厅中带起了一阵风, 薛安却不躲不避,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 刘兽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薛安说得没错, 这个鬼气入体的秘法, 以他现在的境界还无法施展, 这是在燃烧兽源而强行为之, 可现在的刘兽, 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只要能得到这枚龙胆草, 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真人, 从此踏入逍遥境, 到那时, 谁还是自己的对手, 彭, 一声问响, 薛安被刘兽一拳砸飞了出去, 直接撞毁了一面墙壁, 然后没有了生息, 啊, 秦渝惊叫了一声, 秦源的脸色也凝重起来, 只有弹冬, 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慢慢平静下来, 不过秦天和弘元等人可是大喜过望, 刘神仙威武, 只要薛安一死, 那么就没有人再阻挡在前面了, 围观的人群也是一阵哗然, 这个刘兽居然这么厉害, 薛安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吧, 很多人心中都在想着, 刘兽心中颇为得意, 然后目光炙热地看着台上那猪龙胆草, 这可是他以后的希望了, 刘兽正准备伸手去摸, 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我本想试试你这个状态有多厉害, 可惜你太让我失望了, 本来欢呼雀跃的晴天和红元等人愣住了, 晴渝则捂住了嘴巴, 眼中泛起了激动和喜悦的泪花, 一个身影, 从倒塌的墙壁中慢慢走了出来, 等穿过沉雾之后, 正是一脸淡然的薛安, 虽然被刘兽一拳砸飞了出去, 但此刻的薛安浑身上下依然是那么的一尘不染, 甚至连发型都没乱, 刘兽也有些惊疑, 怎么可能, 刘兽自信自己这一拳足可以将钢铁砸成废铁, 莫非这个男子, 身体比钢铁还坚韧, 似乎是察觉到了刘兽的疑问, 薛安淡淡一笑, 不必怀疑, 是你太弱了, 然后薛安朝着刘兽伸出了一根手指, 礼尚往来, 你打了我一拳, 那么现在轮到我了, 说完这句话, 薛安脚尖一点地, 整个人猛地冲到了半空中, 然后右拳伸出, 在空中淡淡地喝了一声, 看我一拳, 动天地, 这一拳, 平平无奇, 可就在下落的时候, 所有人便觉得整个天地都在摇晃, 甚至有些人站立不稳, 直接摔倒在地, 刘兽终于露出了惊骇欲绝的神情, 饶, 后面的命都没说出来, 薛安的这一拳已经砸在他的脑袋上, 扑, 以密法而变得人高马大的刘兽, 被这一拳生生砸进了地面, 脑袋甚至都直接砸进了肚子里, 整个人直接从两米多高变成了不到一米, 鲜血和脑浆泵见了满地, 薛安落在原地, 覆手而立, 宛若天神, 晴天和红元已经吓傻了, 尤其是晴天, 就觉得胯下一热, 居然生生地吓尿了, 可就在这时, 从刘兽的身上浮现出一团黑雾, 然后朝着窗外便急奔而去, 薛安淡淡道, 你觉得你还能走的了吗? 说着手只需抓, 那团黑雾便被薛安握在了手中, 黑雾极力挣扎, 薛安猛地一握手, 黑雾便生生被捏散了, 全场一片极净, 第32章进阶板陪元丹, 薛安环视全场, 视线过楚, 很多人都面露惊惧之色, 纷纷退避, 晴天则更是单若目击, 因为他知道, 完了, 一切全完了, 自己视为神明的存在都被这个男人一拳打爆, 那他要收拾自己, 岂不是易如反掌, 至于红元, 这时候的他恨不得善自己两个嘴巴子, 要是自己刚刚不那么兴奋, 或者说提前将钱都交了, 那么估计现在也不会落到这一步, 不过薛安并没有太在意这两个人, 答应秦瑜的事, 他已经办到了, 至于下一步怎么处理晴天, 那就不是自己该管的了, 薛安拿起那猪龙胆草, 转身离开了, 只等他走了, 所有人的心头才算松了口气, 红元第一个蹦出来和秦天撇清关系, 然后掏出银行卡, 对秦瑜谄笑道, 秦大小姐, 这里面是五千多万, 剩下的就当我们红家的孝敬了, 求您多在薛先生面前美言几句, 说完红元灰溜溜地跑了, 这时候秦天也走到秦源的面前, 突然跪倒在地, 叔叔, 我认输了, 求您饶我一命, 秦瑜对秦天一点好感也欠奉, 可秦源还是忍不住长叹一声, 秦天啊, 我不杀你, 你从此以后离开北江, 再也不许回来, 多谢叔叔, 说完秦天灰溜溜地也走了, 至此, 一切晨安落定, 秦源带着秦瑜来见薛安, 此次多谢薛先生出手, 我和鱼人感激不尽, 薛安摇了摇头, 不必谢, 这个龙胆草就算你们的谢礼了, 但我还有一件事, 先生请讲, 我想知道发现这株龙胆草的人是谁, 以及他是在哪发现的, 没问题, 秦瑜一口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 在几千里之外的一座高山之巅, 云海缭绕之中, 一名白发老者正坐在蒲团之上打坐, 突然, 老者睁开了双目, 似乎有一道见光闪过一般, 漂浮在他面前的白云齐齐断裂开来, 云海也被这一下切开了足有几百米长的通道, 师父, 一名神情冷峻的男子俯下身子, 恭敬地喊道, 老者默然半晌, 然后说道, 你师兄死了, 男子微微一震, 怎么可能, 确实死了, 刚刚我心尽空明之时, 察觉到你师兄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谁干的, 男子冷声道, 老者摇摇头, 不知道, 我看不透, 不过你师兄虽然这些年来沉迷于外道, 武道修为也被耽误了, 但能杀他的人, 也绝非一般人, 于庆, 徒仁在, 你先下山, 去调查一下是谁杀了你师兄, 然后将人头带回来见我, 老者的脸上闪过一抹很绿之色, 是, 于庆功身退下, 陨雾已经将刚刚的空白填充起来, 老者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 末地轻喝了一声, 本来这天蔽日的陨雾被这一击, 直接散开, 阳光透过这个孔洞洒落下来, 照在老者的头顶, 宛若神仙一般, 而在武界, 他确实是神明一般的存在, 因为他便是指天老人, 雨灵, 巴巴, 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却想好奇地凑过来, 打亮薛安手里的那猪龙胆草, 赤啊巴巴, 这个是什么啊, 可以吃吗, 却念满脸稀奇地问道, 薛安好笑地捏了捏薛念的小脸蛋, 小馋猫, 就知道吃吗, 那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炼制丹药用的, 不, 药啊, 却念瞬间失去了兴趣, 这个小丫头, 对吃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喜爱, 而范梦雪却一直魂不守舍,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一直到了家中, 范梦雪踩咬着牙说道, 薛安, 我想, 明天你陪我去见见那的史蒂芬, 薛安点了点头, 可以, 范梦雪低着头, 心里隐隐的有些难过, 他都不阻拦自己一下嘛, 范梦雪相信, 只要薛安说一句, 不要去了, 那么自己绝对会放下一切, 然后陪着薛安过平淡的日子, 可薛安没有说, 这让范梦雪心里有些难过, 薛安却没有理会这些, 他让晴宇买来了很多名贵的药材, 准备今晚炼制些进阶板的陪员单出来, 晚上, 薛想和薛念已经睡了, 范梦雪也已经回了自己的房间, 薛安拿出药材, 又一次地开始炼制, 现在薛安的实力大损, 只能借用一些真元之力, 形成真火来炼制丹药, 不过这也比世俗的那些俗火胜强百倍, 很快, 一股浓郁的药香便弥漫开来, 那些名贵的药材, 都被薛安的真火炼化, 然后薛安才将龙胆草放进去, 一丝微弱的龙气迅速地被真火激发出来, 然后被炼化进丹药之中, 终于, 培原丹炼制成功, 这次薛安只炼制出了三枚, 不过比上次给情缘的那枚赔原丹, 品阶要高出几倍, 唐薛儿一枚, 范梦雪一枚, 然后一枚放着备用, 这是薛安早就打算好了的, 弄好了一切后, 薛安起身来到了外面, 可刚一推开门, 发现范梦雪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薛安走上前, 将丹药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 吃了吧, 好东西, 薛安淡淡地说道, 范梦雪毫不犹豫地接过来吃了, 即便是毒药, 只要是薛安给的,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 不过吃下去没几分钟, 范梦雪便觉得出了一身的臭汗, 这汉子腥臭难闻, 范梦雪是最爱干净的, 当然恶心的不行, 立马冲进洗手间开始洗澡, 薛安听着传来的水声, 唯唯一笑, 这个才算是真正的陪元丹, 可以去除人身上积攒下的毒素, 然后补足元气, 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 而此刻, 范梦雪在洗手间的镜子前, 也惊呆了, 本来范梦雪就美的不可放物, 只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的生活压力, 让她的肌肤有些憔悴, 但当范梦雪洗去那些腥臭的汗液后, 她发现自己的肌肤变得娇嫩欲滴, 这种状态, 甚至连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都比不上, 范梦雪第一时间想到了那枚丹药, 莫非是因为那枚丹药, 然后范梦雪就惊住了, 能让女人重返青春的丹药, 意味着什么? 范梦雪比谁都清楚, 那将是足以敌骨的一笔巨大财富, 第三十三章礼物, 大雪再一次覆盖了这座城市, 纷纷洋洋飘落的雪花, 让雪想和雪念这两个小丫头十分兴奋, 甚至连早饭都顾不得吃, 便冲到楼下开始堆起了雪人, 却安笑咪咪咪地站在一边看着, 巴巴,你看, 我堆的雪人好看吗? 好看, 想人堆的雪人最漂亮了, 却安一边点着头, 一边试图去理解这个奇形怪状的雪球到底是什么, 这是巴巴的眼睛, 却念将两个石子安在了雪球上, 笑嘻嘻地说道, 这是巴巴的嘴巴, 却想用废弃的口红涂出了一个弧形, 却安笑呵呵地看着, 然后指了指旁边那的空白的雪人, 那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当然是妈妈咯, 却想说道, 那为什么妈妈没有眼睛和嘴巴啊, 却想和薛念低下了头, 我们没见过妈妈长得什么样子, 轩人阿姨说照片上那的就是我们的妈妈, 可为什么妈妈一直没来看我们啊? 却安觉得心微微一阵, 然后蹲下身, 十分认真的说道, 向人, 念人, 妈妈最喜欢你们了, 只是她有事在忙, 所以暂时没能过来, 等过段时间, 巴巴带着你们去见妈妈, 好吗, 嗯嗯, 两个小丫头齐齐点头, 正在这时候, 韩瑶开着一辆白色路虎来了, 她现在还是有些惧怕薛安, 因此远远地站着, 不敢过来, 一直到范孟雪也下了楼, 韩瑶才走了过来, 然后十分惊异地看着范孟雪, 咦, 你的脸怎么回事, 我的脸怎么了, 韩瑶心中满是震惊, 因为以前的范孟雪, 虽然长得极美, 可有一部分功劳是来自于现代的化妆技术, 但今天的范孟雪, 素面朝天, 一丝脂粉都未失, 却美丽惊心动魄, 尤其那肌肤, 简直吹弹可破, 如果说以前的范孟雪是九分美女, 那现在就是实打实的十分女神, 韩瑶将心中的疑惑按捺下来, 然后说道, 史蒂芬现在就在城外的花圃之中, 我已经约好了时间, 现在就过去见她, 范孟雪点点头, 好,不过薛安也要跟着一起去, 她也要去, 韩瑶皱了皱眉, 但却不敢表现出什么来, 薛安这时候对两个小丫头说道, 巴巴带你们去城外看花, 好不好啊? 好, 但是, 巴巴, 我好饿啊, 薛念捂着肚子, 一脸委屈地说道, 那念念, 你想吃什么啊? 韭菜盒子, 两个小丫头同时说道, 于是, 在这辆寿界高达百万的路虎, 越野车之上, 两个小丫头一人抱着一个韭菜盒子, 吃得不易乐乎, 韩瑶不敢有丝毫的不满, 只能悄悄将窗户降了下来, 史蒂芬为什么要来北江, 而且要去城外的花谱, 范孟雪问道, 因为史蒂芬这个人极度痴迷花草, 而恰好, 今年北江的花谱来了一位高人, 种出了很多是所罕见的花草, 所以这个史蒂芬才慕名而来, 不, 车很快就开到了花谱之外, 等下了车, 血安发现这里停的全是各种豪车, 而门口, 也有很多的保安在守护, 盘摇领着一行人走进了花谱, 等一进来, 人们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 首先温度就要比外界高很多, 温暖如春, 其次就是入木所及, 全是各式各样的花草, 而且这些花草, 都在盛放, 这种争奇斗艳的美景, 让范梦学以及两个小丫头都愣住了, 韩瑶叹了口气, 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也吓傻了, 这样的苗圃, 就是中都也不一定有, 怪不得史蒂芬不远万里也要来死, 却安却一脸的淡然, 这些花草确实不错, 但对她来说, 根本不够看, 曾几何时, 她站在天河之上, 俯瞰所及全是亿万的星辰, 那才是真正的璀璨无双, 见过那样壮烈的景色后, 再看这些凡间花草, 血安的心没有半点波澜, 悠喝, 这不是范梦雪麻, 正在这时, 一个带着些嘲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范梦雪转头一看, 一男一女走了过来, 比的是个风情万种的大美人, 而男的则是个粗矮的大汉, 这样的搭配本来就很违和, 而这个女人还近乎整个人都贴上去了, 范梦雪认出了来人, 何颖, 你怎么在这, 这个女人, 便是在圈内有些名气的一个女星, 叫做何颖, 曾几何时, 范梦雪和这个何颖还合作过, 只是后来范梦雪看不惯这个何颖的所作所为, 这才分道扬镳, 而经过这两年的发展, 两个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范梦雪已经是尹后, 何颖还只能在北疆这个小地方待着, 而此时, 这个何颖也在用嫉妒的眼光盯着范梦雪, 听到他这么问, 何颖不禁冷笑道, 怎么, 这个地方只允许你来吗, 此地分来这里的消息,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然后何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薛安身上, 哟, 这就是你范大明星的小情人啊, 长得倒是不错, 可惜, 何颖注意到薛安身上并无任何值钱的装饰, 甚至连葛手表都没有, 不禁便戴了些鄙夷之色, 看到没, 这是我老公, 天成集团的董天成董事长, 身价上亿, 随便一个戒指都是你这个小情人的全部家当了, 女人, 有时候就是不能亏欠了自己呢, 何颖一脸骄傲地说道, 范梦雪微微一皱眉, 因为他注意到了董天成看自己的目光, 那是一种充满了贪婪和占有欲的目光, 这种目光范梦雪见过太多了, 董天成此刻确实满心的贪欲, 因为他只在电视上见过范梦雪, 却没想到真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 尤其那吹痰可破的肌肤, 简直让人口水直流, 不过董天成是个很谨慎的人, 他怕薛安再是什么豪门的公子, 便先呵呵一笑, 很高兴见到你, 范小姐, 只是不知道这位先生是, 范梦雪还没说话, 薛祥和薛念已经一口同声地说道, 这是我爸爸, 不, 董天成和何颖一副了然的神情, 居然还是可带着孩子的, 这个范梦雪倒是口味挺独特啊, 董天成想了想, 印象中没有哪位豪门子弟是有孩子的, 便放下了心,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范小姐, 您也是来见史蒂芬导演的吗? 是, 那您带了什么礼物了吗? 礼物, 第34章我花开后摆花纱, 是啊, 难道你们就这么空手来的, 和影夸张地大叫道, 我老公可是特意从国外买来了一株极为珍贵的花卉, 准备送给史蒂芬做礼物, 到时候, 这个女主角的位子, 应该就是我的了, 和影信心十足地说道, 他对范梦雪是嫉妒的牙根发痒, 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压过范梦雪一头了, 自然满心地欢喜, 董天成则热情洋溢地笑道, 范小姐, 您要是没有带礼物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帮您, 不过麻, 嘿嘿, 这个嘿嘿包含了所有意思, 范梦雪冷着脸, 不必了, 说完转身而去, 却安看了看和影, 又看了看董天成, 然后淡淡一笑, 巴巴, 你笑什么啊, 却想问道, 不, 没事, 就是突然觉得, 矮冬瓜成精的话, 就跟这样差不多吧, 董天成的脸一下子就绿了, 身高一向是他的死血, 这个家伙居然敢嘲笑自己, 董天成刚想发作, 薛安却已经领着两个女儿离开了, 董天成阴沉着脸看着薛安的背影, 暗暗咬牙, 等会我要你好看, 花浦的中心是几间玻璃房子, 当薛安和范梦雪等人到了这里时, 玻璃房子里已经有很多人了, 而且看这些人一个个西装格履, 全都不是普通人, 不过此刻, 这些人全都静若寒蝉地站在一边, 而在这里面,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分外的引人注目, 这就是史蒂芬了, 此刻的史蒂芬, 满脸的西迹之色,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终于, 不离房的小门打开了, 一个俏丽的窃淫环缓走了出来, 第一眼见到这个女子, 你只能用花来形容她, 因为她长得比花都要娇艳, 史蒂芬一见这个女子, 脸上的激动之色更重, 魏大师,魏大师, 灵终于来了, 人们纷纷打招呼, 女子淡淡地点点头, 然后姿态优雅地将笼罩在桌子上的布掀了开来, 里面赫然是一株酒色花, 众人的呼吸都为之静止了, 史蒂芬更是双眼放光, 这是一株花, 却开出了九种不同颜色的花朵, 而且姿态各异, 却又美轮美奂, 魏, 这个花, 我要了, 史蒂芬急忙说道, 这魏魏大师轻轻摇了摇头, 这珠花, 不卖, 史蒂芬大吉, 为什么不卖, 魏大师淡淡地说道, 因为只有说出这珠花含义的人, 才有资格拥有它, 这个问题, 让在场的人面面相去, 然后有人开始跃跃欲试起来, 自从年前这位叫做魏的姑娘来到这个花谱之后, 这个不起眼的花谱便名声大噪,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只为能获得一盆珍惜的花草, 但一脸有人说了很多的回答, 魏大师都轻轻摇头, 正在这时候, 董天成笑道, 这位小哥自称对花草树木无疑不惊, 正好此刻您来解释一下, 这个声音, 将所有的视线都引向了薛安, 魏大师也注意到了薛安, 但却唯唯一皱眉, 花草树木无疑不惊, 即便是他也不敢这么说, 估计又是葛湖吹大气的灯涂浪子, 董天成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 这下当众出丑, 就算饿了这位魏大师了, 那样的话, 肯定也会得罪使地分, 所以范梦雪的女主角也就泡汤了, 这都是董天成打算好了的, 不过就在他治得意满的时候, 薛安却淡淡一笑, 虽然我没说过, 但他说的也算没错, 天下花草, 我井之矣, 这句话让全场一片哗然, 很多人都一脸鄙夷的看着薛安, 尤其史蒂芬, 更是一脸的不屑, 他在欧洲的时候, 变金盐花草, 也算一名园林高手, 就是他也不敢自称无疑不惊, 这个男子居然说自己什么都懂, 简直笑话, 胃也微微一皱眉, 这位先生, 敢问怎么称呼, 我爸爸叫薛安, 我爸爸可厉害了, 却想抢着说道, 这个乃声乃气的声音, 惹得很多人哄堂大笑, 在这些笑声中, 又以懂天成和和影笑的最厉害, 但薛安只是傲然而立, 并无任何表情, 只是在笑声渐渐止歇后, 才淡淡地说道, 你这朵花, 是名, 忘情, 这句话一出, 为脸色大变, 为此刻, 所有人也都渐渐安静下来, 薛安继续说道, 这花已经将人间记忆全部用尽, 九种极致的美丽极于一身, 却无一片绿叶相伴, 这种孤独伴随着这朵花, 而它的归宿, 也将是泥土, 所以, 是名忘情, 董天成第一个冷笑出声, 还真是能矫情呢, 但他的痴笑并没有继续, 因为他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一直对人冷淡的魏大师, 居然主动走到了薛安静前, 然后深思一礼, 今日, 方知事上还有解花之人, 这一幕,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尤其刚刚出言嘲讽薛安的人, 更是羞愧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只有史蒂芬, 有些不满, 他在这的几天, 已经被这位花一般的女子给深深地迷住了, 所以自然不愿意见到位大师对薛安这般尊敬, 若是只会说, 那怎称得上是花草无疑不惊, 这个史蒂芬冷声道, 董天成也蹦了出来, 没错, 史蒂芬大导演说得对极了, 放放嘴炮这种事, 谁都能做, 这要是就算无疑不惊, 那就太可笑了, 然后董天成献宝一样, 打开了随身带着的箱子, 诸位请看, 这可是我花重金买来的奇花, 史蒂芬是爱花之人, 一见这株漆黑如墨的花, 便有些痴迷了, 而很多人也纷纷加入了声讨薛安的阵营, 毕竟这个男子一来就夺取了很多人的风头, 自然惹来了很多人的记恨, 但薛安只是淡淡地站在那, 等人们的声音渐渐小了, 他才低着头对薛想和薛念说道, 你们, 想不想看巴巴变魔术啊? 想, 那好, 巴巴就给你们变一个花儿的魔术, 说着, 薛安伸出手来, 董天成嘲笑道, 怎么, 这是准备窝, 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因为他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 就见薛安的手掌之中, 一个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然后以及快的速度长大, 眨眼之间, 这个种子便长出了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这一幕场景, 让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眼花了, 可这还没完, 薛安淡淡地迎道, 我花开后摆花纱, 几乎是瞬间, 本来开得浓烈的那朵墨帘, 立即枯萎了, 而几乎是同时的, 整座花圃之中正在盛放的所有花也全都瞬间枯萎, 而这朵幻境之花, 却缓缓绽放开来, 北地好似虚幻, 第35章一声令下, 万物俯首,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这卫卫大师更是激动地浑身都在颤抖, 死死盯着这朱旗花, 嘴里喃喃自语, 天人手段, 果然是天人手段, 至于史蒂芬, 此刻更是连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却想和薛念欢呼起来, 爸爸好厉害, 薛安一笑, 然后看着面如死灰的董天成跟何颖两人, 淡淡道, 现在, 你可服气, 董天成嘴巴动了动,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有何颖, 满脸不服气地说道, 什么啊, 肯定是用的激光投影, 我就不幸凭空能长出一朵花来, 卫如烟一皱眉, 然后对何颖道, 请你出去, 何颖一愣, 然后如泼妇一样大喊, 我为什么要出去, 卫如烟冷声道, 我这里不欢迎不懂花的人, 请你出去, 史蒂芬这时候也说道, 魏大师的话就是我的意思, 请你立即出去, 电影的事, 你也不要谈了, 何颖愣住了, 董天成还想说什么, 史蒂芬挥了挥手, 在我没有生气之前, 请你们两个立即出去, 董天成无奈之下, 只好拽着已经歇斯底里的何颖出去了, 魏如烟走到薛安面前, 十分恭敬地说道, 薛先生, 请问我可以摸一下这朵花吗, 薛安点点头, 可以, 说着薛安收回了手, 这朵花便漂浮在半空之中, 魏如烟战斗着手轻轻触碰了一下这朵花, 眼泪扑速速掉落下来, 此生能见到这样的奇花, 死而无憾, 薛安倒是对这个魏如烟颇为欣赏, 这个女孩, 心思纯净, 将一切都献给了花, 可谓花中之痴, 简称花痴, 史蒂芬也凑了过来, 不过她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能否购买到这朵花上, 薛先生, 请您开个借吧, 这朵花, 我要了, 薛安看着史蒂芬, 然后淡淡一笑, 你要买, 没错, 可我怕你买不起, 史蒂芬咬了咬牙, 薛先生, 为了这朱花, 我就算亲其所有, 也在所不惜, 薛安一笑, 然后指了指饭梦雪, 那倒不必, 只是我听说你有个电影要开拍, 而且正好缺一个女主角, 对吗? 史蒂芬本来没怎么在意范梦雪, 这位精通华文的大导演, 一旦接触到花草, 就啥也不在乎了, 不过等薛安一提醒, 他才注意到了范梦雪, 然后便是一愣, 范梦雪唯唯一失礼, 史蒂芬先生, Oh my God, 史蒂芬震惊了, 这位美丽的小姐, 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女主角, 甚至连面容都如此的相似, 这句话让本来紧绷着心弦的范梦雪松了口气, 韩瑶立马凑上来跟史蒂芬攀谈起来, 这位娱乐圈的金牌经纪人话术相当了得, 很快就跟史蒂芬说得火热, 事情了结, 薛安蹲下身, 对薛想和薛念道, 想想念念, 咱们出去玩吧, 嗯嗯, 好, 两个小丫头跟在薛安的身后走出了花圃, 此刻大雪已经停了, 天地之间一片银白, 花圃位于北江市的郊区, 旁边便是御龙河, 巴巴, 薛仁阿姨曾经领着我们两个来过这里, 那时候的御龙河可漂亮了, 薛想站在河边说道, 嗯嗯, 我也记得, 而且我还在河边吃了一根煮玉米呢, 味道好极了, 薛念也说道, 薛安哑然失笑, 这两个今年才不过四周岁的小姑娘, 因为自幼就生长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中, 所以言谈举止, 好像个小大人一样, 不过越是这样, 薛安的心里就越是心疼, 自己不在的这四年里, 自己这两个女儿, 吃了多少苦啊, 一念至此, 薛安轻声道, 想想, 念念, 想不想看到那时候的御龙河, 却想眼前一亮, 想, 可旋即又暗淡了下去, 可现在是冬天, 河都冻住了, 薛安淡淡一笑, 如果连这点事都办不到, 还算得上什么仙尊, 闭上眼, 巴巴在给你们编个魔术, 两个小丫头乖巧地捂住眼睛, 薛安一挥手, 星鹤一声, 逆, 本已风动的河面应声开裂, 而后冰雪急速消融, 眨眼之间, 这条御龙河便恢复了流动, 同时岸边所有的花草树木, 也开始疯狂生长, 转瞬之间, 河边方圆十里之内, 绿意盎然, 似乎是眨眼之间便回到了夏天, 一声令下, 万物俯首, 这, 就是仙尊的威力, 好了, 睁开眼吧, 薛安柔声道, 两个小丫头松开手, 先是有些发萌地看了看周围的一切, 然后才兴奋地大喊, 巴巴, 这是你变的吗? 薛安笑着点点头, 怎么样, 厉害吗, 好厉害, 巴巴你看, 河里还有余哀, 却念时时刻刻都忘不了吃, 薛安一笑, 走, 我们过河, 说完薛安伸出手来一指河流, 淡淡道, 结, 话音刚落, 平静的河面便沸腾起来, 无数的鱼儿争先恐后地浮出水面, 然后在河面之上结成了一座用鱼儿做成的小桥, 却想先小心地用脚踩了踩这座鱼桥, 然后踩走了上去, 十分兴奋地说道, 巴巴, 这也是魔术吗? 薛安笑着点点头, 是啊, 这也是魔术呢, 那我也想学这个魔术, 我也是我也是, 学会之后, 我就能变出好多好多好吃的了, 身为正宗小吃货, 薛念的想法当然与众不同, 好, 到时候巴巴都叫给你们, 薛安淡淡一笑, 他确实有这个打算, 要将安言, 将自己这两个孩子, 将身边的人, 都带上修道之路, 因为身为先尊, 时间对其已经没有了意义, 那是绝对的永生, 可如果没有亲人陪伴, 那也会是绝对的牢笼, 单单那种孤疾, 就能让人发疯, 上一世, 薛安苦修三千年, 为的, 也是能打破时间, 重回地球, 所以这一世有了机会, 薛安当然不会放弃, 妇女三人漫步走在这座, 在全世界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桥上, 而远处的董天成, 带着一脸不服气的合影正准备离开, 然后就看到了这一幕, 两人全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 神仙骂, 第36章宛若仙人, 何颖强笑道, 这个家伙估计又是在装神弄鬼吧, 赤巴老公, 只是这次, 他的话没有任何回应, 何颖转头一看, 才发现董天成面色凝重无比, 好歹也是身家上亿的富豪, 董天成自然能接触到更多的秘密, 他很清楚, 这个世界是有高人的, 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名带着两个孩子的男子会是不是出的高人, 想到自己刚刚居然还出言嘲讽人家, 董天成就忍不住满头的冷汗, 老, 老公, 何颖颤声道, 董天成目光阴冷地看了他一眼,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愚蠢的女人, 要不是因为他, 自己也不可能得罪薛安, 对, 就是因为他, 想到这里, 董天成的眼神中不禁充满了厌恶, 作为富豪, 身边最不缺的就是漂亮女人, 只是这个何颖算是个小明星, 满足了董天成泡个明星的愿望, 所以才这么宠他, 可现在董天成觉得, 自己应该离这个愚蠢的女人远点了, 何颖察觉到了董天成的异样, 心里不禁满是惊慌, 老公, 你怎么了, 我想起公司还有点事,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说完董天成转身就走, 何颖愣在原地, 过了半晌, 才一脸愿毒地看着薛安, 都是你, 要不是因为你, 池蒂芬的那个角色就是我的, 我诅咒你那两个女儿不得好死, 你, 话音戛然而止, 因为何颖的脚下忽然升起了一团白光, 转瞬之间, 这白光就将它彻底吞落了, 何颖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便彻底地消失了, 这时候薛想看到了远处岸边上的异样, 不禁问道, 巴巴, 那边怎么了啊? 薛安淡淡一笑, 没事, 可能是有人在焚烧垃圾吧? 薛安现在的实力虽然一不寸一, 但为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 但还是竭尽所能地给薛想和薛念 加持了最高等级的守护咒术, 这咒术乃是薛安当初刚成为先尊时所创, 甚至可以霸道道隔着亿万光年而直接咒杀掉对自己不利的人, 虽然现在实力远没恢复, 但这守护咒术还是极为的厉害, 所以合影只是背地里说了几句坏话, 便直接被隔空咒杀掉了, 当然, 这一切两个小丫头并不知道, 他们两个正兴奋地在渔桥上走来走去, 薛安副手站在河中间, 看着两个女儿那开心的样子, 不禁也微笑起来, 此刻, 阴云散开, 一缕阳光照射下来, 江薛安还有两个小姑娘映衬的近乎仙人, 这幅画面也被后面出来的范孟雪, 韩瑶, 以及魏如燕等人看到了, 韩瑶惊得浑身都僵住了, 然后近乎呻吟道, 孟雪, 你这是找了一个什么男人啊? 范孟雪岛镇静许多, 只是轻声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清楚, 不管他是谁, 只要他叫薛安就好。 韩瑶至此, 算是彻底地收起了轻视之心, 同时也相信了那天薛安所说的顺心意并非吹牛, 他是真有这个实力的, 当一个人的实力达到一个旁人难以契及的高度后, 世俗的权势, 财富等都会变得十分可笑, 而魏如烟, 却注意到了玉龙和周围树木的清脆, 好像是突然之间, 这玉龙和回到了夏天一般, 清脆的树木和周围的冰雪世界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这个人, 到底是谁? 魏如烟满是震惊, 正在这时, 一辆麦巴赫缓缓驶入了花圃之中, 晴鱼下了车, 也被这一幕震惊了, 但他现在已经有了些免疫力, 所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然后走到了河边, 薛先生, 薛安回头一看是晴鱼, 便领着薛响和薛念走回岸边, 然后打了一个响指, 散, 哗啦一声, 这座鱼桥便轰然而散, 然后薛安冲着晴鱼唯唯一笑, 有什么事吗? 晴鱼只觉得自己被这个微笑晃得有些心跳加速, 不禁低下头说道, 薛先生, 您让我查的事, 我已经查出来了, 拍卖会上那株神草, 来自于青芒山, 青芒山, 听到这个名字后, 薛安眼中神光大盛, 因为他的故乡就是位于青芒山下的青芒镇, 只是自从薛安的父母双双离世之后, 他便离开了那里, 从此就没怎么回去过, 好了, 我知道了, 多谢, 晴鱼有些紧张, 因为他从未看到过薛安脸上出现那种神情, 薛先生, 您是要去青芒山吗? 需要我们晴家做些什么? 薛安唯唯一笑, 不需要, 然后薛安对薛祥和薛念道, 爸爸带你们出去旅游, 好不好啊? 好, 对薛祥和薛念这两个小丫头来说, 只要能陪在爸爸身边, 那么一切都没问题, 薛安抬头看着远处, 青芒山, 那里似乎还有些欠账, 需要收回来呢, 事情谈好, 因为荡奇的原因, 所以范梦雪要跟着韩瑶走, 在临别的时候, 范梦雪忍不住又开始哭了起来, 韩瑶逝去地领着薛祥和薛念走开了, 薛安看着眼睛红肿的范梦雪, 唯唯一笑, 行了, 再哭就不好看了, 范梦雪低头小声唾气着, 好像一只小猫, 薛安揉了揉他的脑袋, 上学的时候我就说过, 以后谁敢欺负你, 我一定帮你揍他, 现在你也看到了, 一般人是打不过我的, 所以放心去吧, 至于史蒂芬这个家伙, 估计也不敢对你怎样, 岂止是不敢怎样, 现在的史蒂芬是薛安如神明, 就差跪下给薛安烧香了, 范梦雪突然抱住了薛安,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很嫉妒那个安言, 但是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就算是先尊, 也会有难以摆平的事, 比如感情这种事, 就很难说, 好了好了, 又没说不让你回来了, 真的吗, 范梦雪抬起俏丽的小脸, 看着薛安,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以后还能回来吗, 薛安微微苦笑了下, 是啊, 难道还能赶你出去不成, 范梦雪的眼角眉梢都泛起了喜悦, 范梦雪走了, 薛安站在路边, 忽然有些萧索, 他喜欢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安言,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对于范梦雪, 乃至唐轩儿, 他都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内, 薛安不禁长叹了一声, 罢了罢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第37章青芒, 青芒山上有仙人, 这是住在青芒山附近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传说, 不过谁也没见过, 但也让这座山有了些神秘色彩, 引得四方游客纷纷前来, 也让曾经贫穷的青芒小镇变得热闹起来, 薛安带着两个女儿下了旅游大巴, 眼前的一切熟悉而陌生, 当年自己离开的时候, 这里还是个荒屁的小镇, 现在却繁华了很多, 饭店酒吧林立, 红南绿女穿梭不息, 而正对街道的远处便是维俄高耸的青芒山, 只是山顶常年被云雾缭绕, 心意不肯散开, 薛安咪着眼看了片刻, 当初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经过青芒山, 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但现在以仙尊的眼界, 自然看出这座山峰水极佳, 而且隐隐有龙气缭绕, 显然不是凡帝, 不过这龙气, 好像博杂不纯啊, 薛安心里想着, 然后对薛想和薛念道, 饿不饿啊, 两个小丫头一口同声地喊道, 饿, 这一幕惹得过往路人都为之一笑, 薛安点了点头, 走, 爸爸先带你们去吃饭, 自从当上这个奶爸之后, 薛安每天的生活就跟锅碗瓢盆离不开了, 其实以他的修为, 早就可以屁股不实, 可有钱难买我乐意, 薛安就享受跟自己两个女儿一起大快朵鱼的感觉, 走在街上, 看着一座坐拔地而起的旅馆饭店, 薛安神情略有些落寞, 当初的自己, 经常在这条街上玩耍, 而自己的老家也在这条街的拐角处, 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老家变成什么样了, 房子应该已经坍塌了吧, 薛安心里想着, 转过街角一看, 却愣住了, 因为在自己老家的地方, 居然盖起了一座十分豪华的酒店, 薛安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巴巴, 怎么不走了呢? 薛想问道, 然后看了看这座装修的十分豪华的酒店, 巴巴, 我们要在这吃吗? 会不会很贵啊? 薛想才四岁, 却已经有了小财迷的前职, 吃饭买菜都精打细算, 惹得薛安有时候又心疼又好笑, 薛安当然不是因为一块地基被占了就恼火, 可对他而言, 这个老家是有特殊意义的, 毕竟那可是自己童年记忆的象征啊, 就在这时候, 一个雀声声的声音传来, 李氏, 安哥哥吗? 薛安回头一看, 就见在街边站立着一名少女, 少女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 干净纯洁, 脸上甚至还带着丝害羞的红韵, 李氏, 安哥哥, 真的是你吗? 少女忽然激动起来, 上前几步说道, 我是蓝人啊, 蓝人, 李氏, 薛兰, 薛安有些惊讶地说道, 薛兰是他一个远房叔叔家的女儿, 小时候经常缠在薛安身边, 好像个跟屁虫一样, 薛安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是我啊, 安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很多人都说你死了, 薛兰一边说, 眼泪一边扑素素地掉落下来, 我这不是好好的麻, 几年不见, 都这么大了啊, 薛安笑着说道, 这两个事, 薛兰看到了薛响和薛念, 不禁问道, 阿姨好, 两个小丫头嘴巴很甜, 一口同声地说道, 薛兰也被这两个粉雕欲灼的小家伙逗乐了, 天啊, 好可爱的小姑娘, 这是我女儿, 薛安道, 薛兰微微一阵, 然后勉强笑道, 安哥哥都结婚了啊,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指了指身后这家气派的酒店, 这是怎么回事, 薛兰脸色一变, 然后拽着薛安便走, 一句两句的也说不清楚, 你先跟我回家吧, 我爸爸见到你, 还不值得多高兴啊, 薛兰的家在青芒镇的边缘, 这里便恢复了一个山村小镇的样貌, 房屋低爱破旧, 道路泥泞难行, 薛安以前经常来这里, 所以很熟悉, 而且薛兰的家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等走进家门之后, 薛兰十分兴奋地喊道, 爸, 你看谁回来了, 一个有黑的农村汉子走出了屋子, 一看到薛安先是一愣, 薛, 安, 而这时候一个农村妇女也推门走了出来, 还嘟囊道, 谁啊, 大呼小叫的, 一见道是薛安, 这妇女脸色大变, 是你, 薛兰这时候还十分兴奋地说道, 妈, 安哥哥没死, 她又回来了, 快, 快出去, 我们不认识什么薛安, 快让她走, 薛兰的母亲, 李红艳说道, 薛兰一愣, 妈, 怎么, 死丫头, 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快让她走, 李红艳面目猙獰地说道, 这时薛兰的父亲, 薛安的这个远房叔叔薛国叹了口气道, 薛安啊, 你压根就不该回来的, 快走吧, 趁着别人还没发现你, 快, 薛兰这时候还想说什么, 薛兰拦住了他, 然后冲着两人淡淡地说道, 我回来不会连累你们, 但我想问, 我的家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让薛国夫妇二人更是面色苍白, 李红艳一脸愿毒地说道, 我呸, 你这个扫把星, 看到你就会气, 还说不连累我们, 快走, 再耽误, 小心我不客气了, 薛安皱了皱眉头, 虽然算是葛清妻, 但自己做死, 就不要怨别人了, 这时候薛兰却突然抓住了薛安的手, 流着泪说道, 安哥哥, 我先送你离开这, 想到薛兰, 薛安的心软了下来, 对着两个人一笑,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后悔, 说完薛安跟着薛兰走了, 这时候李红艳才长出了一口气, 有些不屑地说道, 一个连家都没了的孤儿罢了, 后悔, 我呸, 薛国欲言又止, 毕竟在这个家, 她根本没有说话的地位, 等出了门, 薛兰才难过地说道, 安哥哥, 我, 薛安摇了摇头, 淡然地说道, 不用说了, 蓝人, 你就告诉我, 我的家到底怎么回事, 薛兰咬了咬牙, 都是因为杰虎, 你走之后的第三年, 咱们这里开始开发, 因为你家的地理位置好, 这个杰虎就恶意霸占过来盖起了酒店, 杰虎, 这个名字打开了薛安尘封的回忆, 第38章算什么成年旧账, 杀了便是, 当初薛安在镇上上初中的时候, 这个杰虎就依仗着自己家里的势力, 在初中里做起了老大, 因为当时薛安学习成绩好, 又没有亲人, 这个杰虎便经常找茬欺负他, 后来薛安离开了青芒镇, 传言说, 这个杰虎因为强暴了一名女生, 被开除了学校, 这个人, 就是典型的社会渣子, 现在, 居然混得风声水起了, 薛安有些担忧地说道, 这个杰虎还不止一次的扬言, 谁敢管这件事, 就让谁死, 镇上的人都惧怕他, 没人敢出头, 薛安点点头, 蓝人, 多谢你了, 薛安摇了摇头, 安哥哥, 你不要怪我爸妈, 他们也是害怕,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低下头对薛响和薛念道, 走, 巴巴领着你们去刚刚那家酒店吃饭, 薛安一听就急了, 安哥哥, 你可不要冲动啊, 这个杰虎现在可厉害了呢, 听说手底下还有好多打手, 你, 薛安淡淡一笑, 反问道, 蓝人, 你吃饭了吗? 我, 还没吃, 那好, 一起去, 薛安还想说什么, 可当他看到薛安那淡然的眼神后, 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薛兰就觉得, 记忆中那的温柔腼腆的安哥哥, 突然变得十分陌生, 尤其那双眸子, 深邃幽深, 好似两汪深不可测的黑潭, 让人望而生畏, 薛安走到了这家名为月来酒店的门前, 装修得不错, 可到处充满了市井的俗气, 薛安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两个小丫头, 还有一个神情拘谨的薛兰, 因为这里位置绝佳, 青芒镇的人流量也很大, 所以一切的配置都跟城里没区别, 大唐也有经理和服务生, 见薛安进来后, 有服务生过来, 先生, 请问是要吃饭吗? 薛安点点头, 那好, 请来这边, 薛安没动, 只是淡淡地问道, 姐虎在不在? 服务生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您问我们老板, 嗯, 那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有些陈年旧账, 打算和他算一算, 服务生对旁人使了个眼色, 十几名身材魁梧的保安走了过来, 将薛安团团围住, 小子, 你现在滚的话, 我可以不计较, 大唐经理这时候走了过来, 冷笑道, 薛安突然一笑, 想想, 念念, 巴巴再给你们变个魔术好不好? 好啊好啊, 大唐经理冷笑道, 装神弄鬼, 揍他, 这些保安一涌而上, 薛安覆手而立, 只是垂下眼眸, 心声喝道, 跪下, 这些人便骑刷刷地跪在了地上, 巴巴, 他们怎么全都跪下了啊? 薛想问道, 可能是觉得站着和你们说话太累了, 跪下舒服些吧? 这个解释简直完美, 至少薛想和薛念是姓了, 而那个大唐经理却欲哭无泪, 薛安走到了他面前, 淡淡道, 现在, 我再问你一次, 姐虎在哪? 大唐经理一咬牙, 我们老板回来后,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等着, 薛安微微一笑, 那好, 我等着, 出着薛安拍了拍这个大唐经理的肩膀。 咔嚓, 肩头被薛安这一拍给击碎了, 这位大唐经理痛呼一声, 薛安道, 闭嘴。 大唐经理不能出声了, 疼得他满头大喊, 却只能用绝望的目光看着薛安。 准备饭菜, 我们要边吃边等, 薛安对远处瑟瑟发抖的及格女服务员道。 很快, 桌子就摆在了大唐之上, 饭菜很丰盛, 两个小丫头没心没肺地吃得不亦乐乎。 薛兰却有些难以下烟, 毕竟现在跪在地上的, 可都是平时在镇上药物扬威的那帮家伙啊。 薛安吃了几口菜, 然后便开始自争自饮。 这酒倒是不错, 乃是青芒山特产的野国酒。 入口有一种童年的味道, 而所有的人都用复杂的目光看着这一桌。 很多人都躲在远处议论, 并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着薛安。 仪惠杰老大回来, 估计就得流血了, 谁说不是啊, 这个男的这么嚣张,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议论声让薛兰越发得害怕, 安哥哥, 我们要不先走吧? 走, 为什么要走? 仪惠杰虎回来, 薛安唯唯一笑, 我等的就是他。 话音刚落,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然后就听到杰虎用近乎谄媚的语气说道, 陈小姐, 您这边走。 等这群人走进大堂之后, 不禁也都愣住了。 因为这一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十几名身材魁梧的大汉, 笔直地跪在地上。 而一旁则摆了一个饭桌, 一男一女还有两个孩子正在吃东西。 怎么回事, 杰虎的眼神一下子就阴冷下来, 今天他可是费尽心机, 好不容易将中兜的这位贵客请到了自己这酒店中来。 现在却出了这么一幕, 让他觉得脸上实在挂不住。 老大, 都是这个家伙, 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招, 让我们几个跪在地上根本就起不来了。 一个保安队长大喊道, 杰虎阴沉着脸看像坐在那正在自针自饮的薛安, 阴策策地说道, 哪来的小子,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居然敢来我这惹事, 你活得不耐烦了。 薛安放下酒杯, 抬起双眸看着杰虎, 这, 不是薛家的老宅吗? 这句话一出, 杰虎神情大变, 然后死死盯着薛安。 你, 你是, 而这时候站在杰虎旁边的这名女子, 则冷声道, 姐经理, 看起来你这似乎有些别的事啊。 杰虎赶紧换上一副谄媚的笑容, 没事没事, 不过是些琐事罢了, 我马上就能处理。 然后转头看着薛安, 冷笑道, 薛安, 没想到你还活着。 怎么, 来找我干什么, 薛安靠在椅子上, 看着爆发户一样的杰虎, 突然问道, 本来我是想找你算比陈年旧账的。 杰虎冷着脸说道, 算账, 薛安笑了, 但现在我又改变主意了。 算什么陈年旧账啊, 杀了便是, 你说什么, 杀了, 就凭你, 呵呵, 姐虎一脸的不屑, 他对薛安的印象, 还停留在上学时候那的温柔的少年。 薛安这时候冲结胡举起酒杯, 助你一路顺风。 顺你妈葛, 话音未落, 薛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冲到了他面前,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将其提到了半空之中。 当然, 这些薛安都已经屏蔽了, 保证不会被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看到。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 杰虎被掐着脖子, 脸色长得轻子, 然后手抱脚瞪得, 极为痛苦。 薛安看向一旁的女子, 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你是他的朋友吗? 女子居然也不害怕, 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薛安。 不是, 那好, 我送他上路, 说完, 薛安手微微一用力, 咔嚓一声。 杰虎的脖子便被他生生掐断了, 到死之前, 杰虎都没想到薛安居然真敢杀了他。 所以到死, 杰虎的眼中都满是难以置信以及, 浓浓的悔恨。 第三十九章区区区区一条泥串, 还敢放肆。 跪着的这些人, 此刻全都吓得亡魂皆冒。 尤其那位大唐经理,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薛安居然敢当众杀人, 薛兰更是吓得浑身发抖, 要知道杰虎在青芒镇来说, 犹如土皇帝一样, 无人敢惹。 结果却被安哥哥直接掐断了脖子, 这让薛兰心底寒气直冒, 道是这个气质高贵的女子, 面色平静, 微微一笑道道是沙发果断。 薛安看了他一眼, 转身要走, 而在此时, 又有一行人走了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名衣着光鲜神情桀骜的男子。 这男子一进来, 便对女子笑道, 如师妹妹, 你果然在这。 陈如师一见是他, 不经一皱眉, 霍和铭,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 霍和铭黑黑一笑, 如师, 你为了老爷子, 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我当然也要陪着, 而且你看, 我还特意请了一位高人。 出着从霍和铭身后走出了一位白发老人, 陈如师一见这位老人, 神情也变得恭敬起来。 原来是中都有名的风水大师, 宋义送老爷子。 如师这边有礼了, 宋义淡淡一笑, 如师姑娘不必多礼, 你一片孝心, 我也有所耳闻, 这次应或少所要, 自然要为如师姑娘寻的宝物。 这些人的谈话, 薛安并未在意, 直到说道寻宝, 薛安才若有所思的一笑。 这时候宋义接着说道, 这青芒山, 系是为恶, 并且有龙器夹杂其中, 此中绝对有洞天伏地。 陈如师一听大喜, 那是什么样的洞天伏地? 难道要一点点进山搜寻吗? 宋义摇了摇头, 那是最笨的法子, 最好问问当地人, 看山中可有什么奇异之处。 而就在这时候, 薛安突然说道, 山中好像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 这话让宋义以及霍和明等人将目光看向了薛兰。 在这些目光中, 薛兰有些紧张地低下了头。 宋义这时候说道, 这位姑娘, 你说的水潭在什么地方? 就在山中, 不过那里人饥寒至, 一般人都不知道。 那, 可否请姑娘带路? 宋义说道, 薛兰有些为难地看向薛安, 薛安神情淡然, 不知可否, 霍和明这时候不耐烦地 掏出一塌钞票, 直接扔在了桌上。 这些算是酬劳了, 如果真找到了, 那么再给你一倍的酬劳。 薛兰有些傻眼, 这一塌钞票最少有两万。 她父母一年累死累活得也不过挣这点钱。 人家就好像打发叫花子似的, 随手就扔出了这些钱。 这种差距, 让薛兰都有些难以接受, 薛安这时候淡淡一笑, 好啊, 正好我也要进山旅游, 蓝人你就接了吧。 听到薛安说话, 霍和明看向了他。 经过仔细打量之后, 发现薛安穿着普通, 不禁有些不屑。 怎么什么人都跟着, 不过陈如诗却点了点头道, 这样也好, 有葛向道, 也不用担心迷路什么的。 这话让霍和明的面色阴沉下来, 这个陈如诗, 乃是他追求了好久的千金小姐。 其家族实力之雄后, 在中都都是能排上号的。 不过即便追求了好久, 陈如诗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结果却对一个陌生的男子如此亲密, 让霍和明心中十分的不爽。 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在心中想到, 妈的, 进山之后再让你好看。 一切准备妥当, 一行人便进了青芒山。 开始的时候, 还有很多游客, 但等薛兰领着他们越走越荒谱之后, 已经很难看到游客了。 等最后, 甚至已经没有正经的路可以走了。 这时候已经彻底进入了深山之中, 薛安抱起了两个女儿, 依然健步如飞, 道士或和明, 走了没几步便气喘吁吁。 而宋义则不时地掏出罗盘来看几眼, 并且越走越兴奋。 等终于来到了一处看似绝路的所在, 薛兰领着众人一转弯, 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眼潭水。 这潭水幽深无比, 即便隔着有一段距离, 依然洞扯心扉。 而在水潭的旁边, 便长着几株龙胆草。 这还不算什么, 在潭水的正中间, 居然还矗立着一株亭亭玉立的莲花。 莲花洁白无瑕, 合着冬天的深山, 显得格格不入。 一看到这株莲花, 宋义的神情便激动起来。 是这个, 这就是可以肉白骨救生死的圣药。 一听这个, 陈如师的神情也激动起来。 他随身还跟着几个保镖, 于是陈如师便吩咐道, 你们去, 将那株莲花摘下来。 几个保镖领命而去, 这群人装备精良, 甚至还有全套的潜水设备。 等进了水潭之后, 开始进行很顺利, 这几个保镖很快便游到了莲花跟前。 可就在他们想触摸这株莲花的时候, 突然, 平静的水面泛起了巨大的涟漪, 然后一个好像水缸粗细的舌头探出了水面。 这舌头乃是三角形, 一对树木散发着冰冷的光辉。 众人全都愣住了, 极得保镖更是吓得亡魂接冒, 正准备往回游, 这个巨蟒突然一张口, 一团黑色的雾气便将这群人笼罩其中。 这些保镖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变化为了浓水。 这时候宋义惊叫到, 是蛟龙, 他已经化为蛟龙了。 果然, 众人看到这个舌头之上长着两个不算太起眼的鸡脚。 如果鸡脚成形, 那么这条蛟龙便会成为九天之上的神龙。 而随着宋义的呐喊声, 这个舌头转过来, 冷冷地看着岸上的众人。 快, 弄死他, 或和明一脸惊慌, 掏出手枪来便是一通射击。 跟着他的人也纷纷掏出了枪械, 对准舌头便是一通狂射。 可这些子弹, 非但没有伤害到这条蛟龙, 反而彻底激怒了他。 一张嘴, 又是一团黑雾, 直奔岸上众人而来。 或和明以及宋义盲不迭地躲开, 至于陈如诗, 已经被吓傻了, 这条蛟龙, 将他多年来的世界观彻底摧毁了。 就在这愣神的瞬间, 薛安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将他拽到了一旁。 这时候宋义绝望的大喊, 完了, 因为这条蛟龙, 见到一击不中, 似乎也有些恼火, 整个身子便浮出了水面。 足有一辆汽车粗细, 几十米长的蛇身盘旋在岸边, 然后舌头直奔着众人而来。 砰, 一击便将坚硬的地面扎得四散, 而还不等众人躲避, 蛇尾又甩了过来, 如果被这一尾巴甩中, 那么这群人全都要死。 宋义绝望的大喊, 天哪, 这条蛟龙已经有了神志, 而霍和鸣以及陈如师, 更是彻底被吓傻了。 就在众人认为自己必死的时候, 薛安慢慢走了出来, 然后一把抓住了甩过来的蛇尾。 就在人们一愣神的功夫, 薛安冷笑一声, 区区一条泥丘, 还赶着般放肆, 第四十章彩龙而出, 说着, 薛安的手臂一用力, 整条巨蟒便被薛安当鞭子甩了起来, 然后对准一旁的几棵参天巨树, 猛地抡了过去。 轰, 一声巨响过后, 这几棵组有一人核爆粗细的树木 便被生生极断了。 这一幕石破天津般的场面, 把众人都给吓傻了。 蛇龙似乎也被砸晕了, 不过转瞬之间, 这条蛇龙便恼羞成怒的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薛安咬了下来。 薛安冷笑一声, 一手握住舌尾, 探出另一只手来, 亦把握住了这条蛇龙头上的鸡脚。 砰, 一声愣响过后, 蛇龙的一根鸡脚被薛安隐生生掰了下来。 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吼, 这蛇龙彻底疯狂了, 薛安却一脸淡定, 笑话, 那些自宇宙初开变存在的远古龙族, 他都杀过不止一条, 更何况这样一只血脉搏杂不纯的蛇龙。 不过其他人却面色苍白地后退了好几步, 沉如是看着薛安那傲然而立的背影, 眼中一彩连连。 霍和鸣注意到了这一幕, 心中不禁暗恨。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 居然这么厉害, 不行, 可想办法收拾了他, 正在这时, 薛响和薛念有些担心地大喊, 巴巴加油。 而这条蛇龙似乎明白了什么, 居然直奔两个小姐妹而来。 薛安冷恒一生, 居然想对付自己的两个女子。 那你就去死吧, 可就在他刚要一拳击断这条蛇龙的脊椎骨时, 霍和鸣突然一推两个小丫头。 两个小丫头根本没有防备, 直接被推入了深潭之中。 薛安怒吼一生, 直接也蹦了下去, 这条蛇龙死里逃生, 居然没有逃离, 而是睁着满是鲜血的蛇目看了岸上众人一眼, 便也沉入了潭水之中。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 几乎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薛安和蛇龙便已经消失不见, 众人将目光投向霍和鸣, 霍和鸣抓了抓头发, 黑黑笑道, 我不是怕那条蛇再伤害了两个小姑娘麻, 结果力气用大了些。 可沉如是面沉似水, 丝毫没有听他的解释。 而薛兰, 更是已经哭成了个类人, 安哥哥, 安哥哥, 你可不能出事啊, 你这个混蛋, 都是你, 害了两个小姑娘, 还连累了我的安哥哥。 薛兰指着霍和鸣大骂, 霍和鸣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可不在乎一个山村小姑娘的死活, 信口雌黄,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一会再收拾他。 霍和鸣注意到薛兰居然长得不错, 心中一动, 便吩咐道, 宋义这时候也是一皱眉, 这个或少, 为人还真是够歹毒, 可自己收人钱财, 也犯不上得罪他。 这边宋义开始收集这潭水附近的珍贵药材, 这里因为人机罕至, 又受到蛟龙身上龙气的滋养, 所以药材都十分的珍贵。 霍和鸣心中爽快, 哼, 厉害又能怎样, 还不是没脑子, 自己只是稍微失些小计, 便结果了这妇女三人的性命。 可就在她得意的时候, 本来平静下来的潭水, 突然开始沸腾起来。 不但如此, 潭水中那株莲花, 眨眼之间变化为了灰烬。 霍和鸣大惊, 宋先生, 怎么回事? 宋义面色凝重, 刚想说话, 从水中缓缓升起了薛安以及薛响薛念。 这妇女三人踩水而出, 浑身却连一点水渍都没有, 宛若仙人一般。 所有人都看呆了, 而这时候, 宋义颤抖着声音说道, 看看他们脚下。 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去, 就见踩在薛安妇女三人脚下的, 赫然是那条蛟龙的龙头。 踩龙而出, 何等霸气, 或何明等人都看傻了, 宋义这时候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因为他比谁都明白, 这个男子, 绝非他现在可以招惹的。 自己苦修几十载, 到最后也不过勉强达到了真人境, 距离逍遥境更是有万里之遥。 别说蛟龙, 一个厉鬼就能要了他的命。 而这个男子, 却在水中, 将一条蛟龙降服。 而且此刻看那条蛟龙的模样, 似乎是心悦成福, 连一丝违抗都不改, 甚至一对舌目之中还有些庆幸。 好像能被薛安踩在脚下, 是他的荣幸一样。 宋义的跪下, 让很多人为之震惊, 在中都, 宋义好歹也是一号人物, 居然这般干脆的就跪下了。 霍和明浑身发抖, 悄悄往后退着, 而在这时候, 薛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霍和明就觉得浑身的肌肉 再也不听从自己的使唤。 扑通一下, 霍和明就跪在了地上, 蛟龙的身子还在水潭之中, 而脑袋已经探了出来, 薛安站在上面, 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然后唯唯一笑。 其实你应该荣幸地, 因为你能看到自己被烧成骨灰的模样。 霍和明浑身一阵, 想说话却根本说不出来, 只能用哀求的目光看向跪在一旁的宋义。 宋义迟疑了片刻, 然后说道, 大师, 这位霍少乃是中都霍家的人, 虽然刚刚他行事鲁莽, 还请大师能开恩饶过他一次, 我想霍家到时候一定会重重酬谢于您。 薛安看了宋义一眼, 淡淡地说道, 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无法寸进吗? 宋义浑身一阵, 低下头来, 薛安淡淡地说道, 因为你沉迷于世俗的权势和财色之中, 修道者, 本就是逆天而行, 你妄图靠着世俗的力量来修行, 只会适得其反。 宋义如遭雷疾, 鬼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 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 没错, 逆天而行, 若天都不让我, 那就灭了这天。 这才是修道者, 薛安说着, 向前一指, 一缕白色的火焰从霍和明的小指开始燃起。 这火焰燃烧的速度很慢, 但显然温度极高, 因为燃烧过后的肢体便直接化为了骨灰, 被风一吹就四散而去。 霍和明痛急, 可直到这时候, 他浑身的肌肉也无法使唤, 所以他连声惨呼都成为了失望。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 逐渐被火焰烧为了飞灰。 这一过程持续了足足一分钟, 最后火焰才将火和明整地吞没, 然后烧为了灰烬。 这一幕场景, 充满了残酷的美感。 赤安这时候才一挥手, 将处于屏蔽状态的两个女儿恢复过来。